叶玲珑不给他去看热闹的机会 直接拽着他一路狂奔 朝着八级灵气兽逃走的方向追了过去 在无忧树上的秘境里头 灵气兽被击杀之后 秘境会吸收利用无忧树的灵气 重新生成被击杀的灵气兽 但重新生成的时间不同 等级越高 需要的时间越长 听闻一级灵气兽需要三天 到了六级灵气兽 则需要一整个月 六级往上时间远远超过一个月 换言之 对他们来说 一到五级灵气兽击杀之后 是会重新生成的 但是从六级开始 杀了就没机会再杀第二次了 所以 六级往上 每一个灵气兽都很珍贵 是大家必抢的资源 因此 叶玲珑生怕那只八级灵气兽 被其他人先捡走 那他就亏大发了 他刚刚是行善积德做了好事 才获得这只八级灵气兽的战斗权的 这可不能丢 好在那只八级灵气兽 没跑太远 叶玲珑很快就带着断星河追上了他 大哥 他放在戒指上 正准备抄家伙 断星河先一步奔住了他的手 不必劳烦你 动用那把尊贵的武器了 我收拾完你 过来补刀就行 说完 断星河不给他一点辩驳的机会 持刀冲向那只八级灵气兽 上去就是一通凶狠无比的乱砍 气势凶的吓人 叶玲珑看着他迫不及待的身影 露出了一脸的好笑 尊贵的武器 是说那把枪 倒也不必这么怕 用枪成本太高 他的灵石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不到逼不得已 肯定不会掏枪 不得不说 断星河的实力是真的很强 他那把刀一挥 无人能挡的气势就出来了 叶玲珑之前 见过邵长坤 楚千帆 李明山 他们几个宗主 清传弟子打架 对他们那一档的天才弟子 实力大概有个了解 他觉得断星河的实力 完全能跟他们站一块了 可没想到 他却不是清传弟子 莫非赤言宗的弟子 都强得很离谱 叶玲珑没有很多时间琢磨 因为断星河的效率很高 即便是收拾实力 对等合体中期的八级灵气兽 他也没花太多时间 当他将那只八级灵气兽 紧紧地定在地上 保证他动弹不得了之后 才转回头喊叶玲珑 小妹 你可以过来了 他动不了 不会伤到你 叶玲珑激动地点点头 赶紧跑过去 举起自己的见证准备一键下去 大哥 八级灵气兽 不分配灵力的 我杀了 他就是我一个人的 你没分哦 嗯 我知道 那你还给我 我击沙高等级灵气兽的机会还很多 这个先给你 多谢大哥 叶玲珑也没跟他客气 直接一键收了这只八级灵气兽 以后捡到好东西 再跟大哥一块分就是了 收下这只灵气兽之后 叶玲珑把自己的无忧果拿出来看了一眼 灵气很多很多 但比起十级灵气兽 还是差太远了 还是那个更香 这时 断星河重新把自己的座器放出来 让叶玲珑坐上去 叶玲珑正要往上爬 忽然想到那三个打群架的宗门 他往那个方向看了过去 仔细听 竟然什么动静也没听见 打完了 那必须要去看一眼 要是能顺手捡点东西 就更好了 大哥 你等我一会儿 我过去那边看一眼 叶玲珑说完就跑了 没给断星河拦他的机会 跑这么快做什么 要看就看啊 我还会不让你去吗 真是 断星河摇了摇头 齐上自己的座器 跟在他身后不紧不慢地追了上去 叶玲珑跑过去的时候 只看到一地的狼藉 一个弟子都没再看见了 他跑到斗殴现场 仔细地观察了一番 看地上的痕迹应该是团灭了 无人幸免的那种 等一下 叶玲珑看到了一个 不太寻常的浅浅脚印 他走的方向似乎是拖着走的 看着像是受了重伤 他发现这个小小的蛛丝马迹之后 迅速地往周围观察了一圈 最后视线定格在一棵大树下 一块石头后面 一片茂密的叶丛中 他轻笑一声 然后嗖的一下 光速冲到了那个叶丛边上 然后双手扒开茂密的叶子 对着里面露出了一个巨大的微笑 哎呀 没想到三个宗门拼死群殴 最后你们元武宗胜出了 果然人多优势大 仗势欺人数十给你们玩明白了呀 躲在叶丛中的人 看到叶玲珑 整个人都僵住了 脸上的表情裂开得完完全全 然后浑身发抖的他嘴巴不利索地开了口 也不知道是怕的还是气的 呦 又是你 你怎么阴魂不散啊 你想做什么 没想做什么呀 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善良 喜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叶玲珑说完 真就从戒指里头掏出了一把小刀 拔开了刀桥 住手 你别碰我 以你这个伤势 要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 撑不了多久 还是会死的呀 你藏也没用啊 还不如我送你一程 让你死得痛快点 用不着你管 你给我滚 那元武宗的弟子一个激动 伤口的血又花花地冒出来许多 痛得他脸上血色全无 哎呀 你别喊了 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此时 叶玲珑身后不远处传来了小小的动静 有人过来了 那元武宗弟子冷笑道 谁说不会有人救我 我只要一喊 暴露了你的位置 以你的修为 无论是遇到谁 你都必死无疑 我劝你十项点 要么我们一起相安无事 要么两个都得死 你这话不对 万一遇到的是我大哥呢 这话一出 元武宗的弟子一愣 然后表情迅速地僵硬了起来 身体也跟着发紧 这时 一个令人绝望的声音传来 小妹 听见了 叶玲珑问完 便看到这元武宗弟子 面上僵硬的表情 一下子松弛开了 浑身上下透着一股 生无可恋的绝望 兄弟 感谢你拼了老命 为我积攒你们三个宗门 二十来个弟子的全部灵气 你是个好人 但可以去死了 叶玲珑说完 手中的小刀 戳进了那元武宗弟子的心口里 轻轻一旋 便收割了他的性命 那一刻 叶玲珑感觉到自己的无忧果又动了 大量的灵气装入他的果子里头 光看着就豪爽 这二十多个人还挺富裕 比那只八级灵气兽 得到的灵气要多多了 怪不得有些人宁愿选择杀人 也不愿辛辛苦苦地击杀灵气兽 小妹 你蹲在这里做什么 段星河过来的时候 元武宗弟子已经去了复活点 除了一地的狼藉 什么也没见着 没做什么 我们走吧 叶玲珑干脆利落地 跳上了段星河的座骑 被他的座骑带着一路向前 座骑跑的速度不算快 倒是段星河走得快一些 把他落在身后有一小段距离 走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又在路上遇到人了 彼时 他正靠在座骑上倒腾他的空间 工作做到一半 忽然听到侧边不远处传来了声响 哎 你看那个像不像是叶玲珑 长得很漂亮 看起来年纪小 又穿着一身红衣 最重要的是修为 只有化神中气 是啊 每一条特征都对上了 就是他没错了 他竟然一个人赶路 他怎么赶的 他大概不知道 他现在在这秘境里头 被好几个宗门联合悬赏通缉了吧 叶玲珑听到这话 猛地抬起头来 捏了捏他身下的座骑 让他停下来 等一下 你们说我被联合悬赏通缉了 路过的那几个弟子身上 穿着风行中的衣服 他们没有靠近他 叶玲珑也没有走过去 双方始终保持着一段安全距离 对啊 你这人卑鄙无耻 作恶多断 你做的那些事都已经传遍了 你得罪了那么多宗门弟子 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 就是 能让那么多宗门弟子都想杀你 在无忧术的历史上 你这是头一份 这么厉害 那赏金是多少 那几个弟子愣了一下 他对自己被通缉这事 就没有一点震惊和恐惧吗 他竟然还问赏金是多少 赤岩宗悬赏三万零十 天定宗悬赏五万零十 元武宗悬赏七万零十 展岳宗悬赏十万零十 叶玲珑瞪大了双眼 不是吧 都联合通缉了 就这么点 你们七大宗门光有名气 没有零食吗 这么扣扣搜搜的 那几个弟子 也跟着瞪大了双眼 怎么 他还嫌自己的赏金太低 要知道 赏金越高 就会吸引更多高手 花时间去寻找击杀他 这对他有什么好处 那是杀一次的价格 多杀多得 杀你一次 能得到十万零十 杀个十次 就是一百万 这哪里少了 叶玲珑点了点头 原来是按次算的 虽然还是抠门 但听起来 似乎好一点了 不是二十万吗 你们把展岳宗的十万给漏了 展岳宗是要找你 不是要杀你 所以不算 叶玲珑点点头 看样子 武师姐现在跟展岳宗的弟子在一起 她的安全不成问题了 展岳宗一个宗门找我救了花十万 其他三个宗门都跟我不共戴天了 加起来才十万 他们不嫌丢人 这问题 问他们 他们问谁去啊 不过 这叶玲珑是真叫他们大开眼界了 不愧是通缉榜上的人 气度果然不同凡响 那你们路过的怎么说 要不要接了这选赏 叶玲珑坐在座器上 随意地晃着腿 看起来很随便的样子 那几个风行宗的弟子愣了一下 他是真的能每一句话 都让他们挠头啊 商量一下呗 我等你们一会儿 还能这样 几个风行宗的弟子 还真听话地商量了起来 他们此时只有四个人 听说最惨的元武宗 一次被杀了八个 他们的修为 是两个炼虚中期 两个炼虚后期 听闻天定宗那边 还有个合体期的 虽然叶玲珑只有一个人 而且还是个小化神 但是他的过往战绩 真的堪称恐怖 所以这么一看 他们真没必要去送死 那么点零食 他们又不缺 商量好了 我们邵师兄跟你关系非同一般 他总是在我们面前谈起你的好 虽然我们不认识 但我们相信邵师兄 悬赏什么的 跟我们无关 听到这话 叶玲珑笑了 他的小徒弟 他还能不了解 他才不是那种 逢人就唠嗑的人 行吧 这悬赏 你们不要也无妨 赚钱又不止一条路 你们还可以 把我的行踪 当作消息卖给其他人啊 一样赚钱 叶玲珑说完之后 拍了拍身下的坐骑 示意他继续赶路 诺 我往那个方向走 即将去往复活点 到此了 叶玲珑已经坐着坐骑继续走了 那几个风行踪的弟子 站在原地人海猛着 这样好像真的也能赚钱啊 他也太会了吧 他他他 果然如传闻中所言 见过他的人必不会忘 就他这样 这特么谁能忘啊 叶玲珑的坐骑在路上停了一会儿 落在断星河后面更远了 他不放心跑回头来看了一眼 看到他仍安静地坐在坐骑上看书 这才放下心来又往前去 他走在前头的时候 一边走回一边找灵气兽打掉 这样即便他再给叶玲珑让灵气兽 他自己存的灵气也不会太少 然而这一次 断星河刚走不久 叶玲珑就遇到了一群天定宗的弟子 他们毫不犹豫地 抄起手中的武器就往叶玲珑的方向冲 一边冲还一边喊 四师兄下了死令 见到叶玲珑必须要杀 绝不能放过 叶玲珑见此 淡定地看了一眼他们的人数 六个 没有合体七 小事 不急不徐地晃了晃坐起脖子上的铃铛 那是大哥心挂上去的 铃铛一响 大哥就会过来 果然 刚走没多远的断星河 听到铃铛声迅速回头 在那几个天定宗弟子 还未冲到叶玲珑面前之前 就先提着砍刀朝着他们冲了过去 赤言宗的断星河 段师兄 你做什么 我们跟你无冤无仇啊 不是吧 叶玲珑惊道 给你们下死命令的那位四师兄 没告诉过你们 叶玲珑身边有个断星河吗 天定宗弟子集体一愣 没有啊 回来就说 叶玲珑那个小化神 必须死啊 他这招借刀杀同门 妙啊 那几个天定宗弟子都猛了 现在送你们去复活点 回去再见到 记得问问他 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杀你们 对啊 为什么啊 等一下 不对啊 赤言宗不是也在通缉叶玲珑吗 虽然悬赏金额虽少 迫切程度最低 但也是恨的呀 这段星河怎么会 给他们思考的时间太短 他们还没想明白为什么 就被断星河这沙神 全部送去了复活点 死之前 他们还保持着一脸的迷茫 天定宗的弟子送走之后 元武宗又来了一批 两批弟子都送走之后 叶玲珑他们 终于走回到复活点附近的和平区 和平区外人没什么人 倒是和平区那人还不少 他们此时无论是站着 还是坐着还是躺着 目光都只看着一个地方 那就是半空中那一颗巨大的 充满灵光的珠子 透过珠子 这些安静的坐在和平区里的人 此刻都在观站 刚到和平区的叶玲珑 本来想先做个阵法 方便以后有传送跑路的 但往珠子里头瞥了一眼之后 他便找了一条粗壮的树枝 坐了上去 加入到观站队伍当中 段星河看他没布正 而是坐上面观站 于是他便走到树下 抬起头来跟他一块看 他倒要看看 到底什么人比武这么吸引他 让他这喜欢争分夺秒的人 都不做事了 不想当他抬头看到 云端比武台里的画面时 他自己也愣住 眼睛一下子移不开了 只见云端比武台上的两人 此刻激战正憨 其中一个是毕心中的弟子 修为在炼虚中期 而另外一个弟子修为 竟然只有化神后期 这么爹 而且 他身上穿的衣服 竟然和小妹一模一样 这时 段星河猛地回过头 去看向叶玲珑 这才发现 他的袖口似乎是有字的 他穿的竟然是门派服 注意到段星河的目光 叶玲珑笑着 朝他挥了挥手 将袖口的字展示给他看 和别人家的门派服不一样 他们清玄宗弟子的门派服 宗们的名字 袖的位置比较偏僻 需要仔细看才能看到 当初三世姐设计这门派服的时候 他们清玄宗 还未参加巅峰舞会 在下修仙界 都还被人当作是散修看待 所以当时清玄宗三个字 并不能成为清玄宗弟子的背后靠山 所以 他把清玄宗三个字 袖在偏僻一些的地方 出门的时候 若是没见过清玄宗的门派服 会以为这是一件散修穿的寻常衣服 方便大家低调行走于世 所以 叶玲珑看到断新河的目光 就知道他的疑惑 清玄 对啊 我是清玄宗弟子 那是我家武师姐 陆白威 断新河一愣 清玄宗 世上早已没有清玄宗 他这事还未入宗门 所以特地买了这么件衣服 方便行走吗 不过既然他不想说 断新河也不多问 他转过头去 继续看比武 毕新宗的弟子 修为比陆白威高很多 但毕新宗的弟子 看起来像是个单修 他在战斗方面 并不算很厉害 所以 他出招出剑的时候 比起一般的练须中期弟子 要差一点点 但即便如此 他练须中期的修为 也该碾压对面才对 可现如今 他们打的那叫一个轰轰烈烈 一时之间 竟然看不出最后胜负 因为他的对手 也不是剑修 此时陆白威的脚下 多出了很多个颜色亮丽的光圈 而他的对手脚下 被圈了好多个颜色灰暗的光圈 这一看就知道 陆白威是个加持场修炼者 他在云端比武台上 铺了一整个加持场 按理说 陆白威也不是剑修 他的战斗力 应该更弱才对 但此刻 他却跟对面打得不相上下 甚至火力更猛 因为他的手里 拿着一把特殊的武器 这把武器断星河这辈子 都不可能忘记 因为他差点 被他家小妹 用这把武器给蹦没了 但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但是这个陆白威手里 拿着那把枪 一枪一个准 全都打在了 毕兴宗那位 炼须中期的弟子身上 那位毕兴宗的弟子 本来就不擅长战斗 现在又被加持场 各种降低速度攻击防御 完了还要被对面 陆白威一枪一个准的蹦 他只能一边抵挡一边进攻 打得那叫一个吃力又胶着 虽然陆白威手里的枪 火力比叶玲珑手里的 那一把小得多 但遭不住他准了 他是真的准了 准的叫人头皮发麻 就这样 双方交战了一会之后 那位毕兴宗的弟子 终于顶不住了 他也将自己的法宝取了出来 那是一把弓 弓上没有剑 他凌空一抓 瞬间剑一样的五道灵力 出现在弓上 然后第一时间发射了出去 只见陆白威左闪右闪 好不容易都闪开了 人刚喘口气 对面毕兴宗的弟子 又抓了一把 新的五支剑又出现了 在这紧张的时刻 段星和下意识地回头 看了一眼叶玲珑 只见他晃着腿 脸上挂着笑 似乎一点不担心 段星和赶紧把目光 转回到云端比武台上 这时 只见毕兴宗的弟子 五支剑射出去 眼看着就要射中陆白威 动真格是吧 陆白威轻笑一声 按了一下手里头枪的某个机关 按完之后 他迅速抬起枪 对着那毕兴宗的弟子 打了过去 不同于之前的轻声乍响 这一次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毕兴宗弟子 连人带见一起 直接被这一下全部爆掉了 这威力 他见过 云端比武台上的这一幕 别说无忧树上 秘境里头的人 看了目瞪口呆 就连无忧山上的那些人看了 也震惊无比 这是什么法宝 威力竟然这么恐怖的 对面的毕兴宗的弟子 竟被一枪轰霉了 慢慢从震撼之中 回过神来的人 纷纷转头看向斩月宗 没想到你们斩月宗 还藏了这样厉害的法宝 能打出这么强大的杀伤力 我们是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一脸不爽的道 本来自家弟子被对面陆白威 用着法宝不停地拉扯的时候 他面子上就不太好看 结果后来一次 把人直接给轰霉了 他们毕兴宗 没有输在本事上 输在了法宝上 真叫人不甘心 确实能藏 不仅能藏 而且还很舍得 这么厉害的宝贝 竟然舍得送给一个小化身 元武宗一看到 有拉财斩月宗的机会 他们必然不会放过 于是继续阴阳怪气 斩月宗主对这个小辈的溺爱 这么过分 斩月宗的弟子 心里还不知道怎么想呢 说完 他甚至还往斩月宗后面看了一眼 看看其他人的脸色 能挑拨离间是最好了 谁知 斩月宗众人脸上 不但没有一丝不爽 反而一副又惊又喜的模样 看得其他宗门的人 一脸迷糊 这陆白威就这么受宠 宗主都偏心到这份上 他们也没意见 只见这时斩月宗主 看着云端比武台上 还未消失的陆白威 笑得那叫一个灿烂 并没有跟他们搭话 眼看着斩月宗主 一直笑而不语 就连天定宗主也看不下去了 他沉声提醒 斩月宗主 不打算介绍一下 你们的这个新法宝吗 各位宗主 你们也看见了 白威虽是我家小辈 可人家进秘境的时候 跟的可是清玄宗的队伍 就连这排行榜上的名字 写的也是清玄宗陆白威 甚至他上比武台穿的这一身 也是清玄宗的门派服啊 斩月宗主顿了顿又道 他是清玄宗的人 手里的这法宝 自然是出自清玄宗 你们问我 我也是第一次见啊 这法宝确实厉害啊 说完 他忍不住笑出了声来 怪不得口口声声喊 我不要管他 原来他自己有办法 看见他能这样 我可就不担心了 这时边上的鱼丛伴 吃笑了一声 你担心个什么劲 白威他静蜜静的无忧果 都是他自己 从无忧树下带回来的 从头到尾 有你什么事吗 是是是 我瞎操心 斩月宗主一边说一边笑 笑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笑得其他宗门的人看见了 都恨不得给他翻个白眼 炫炫炫 有什么好炫的 不就是个化神吗 而且还是个 专修加持场的修炼者 也就拿来个法宝而已 有什么好得意的 未来的路还长着呢 而且人家也不承认自己 是斩月宗的人 斩月宗有什么好高兴的呢 这么一想 大家心里又好受了一些 然而 才刚刚好受一些 斩月宗主又开口了 这是好像第二个化神战 练须打赢了的 说起来还真好巧 两个化神都来自清玄宗 赤炎宗和必兴宗 已经有弟子落败了 也不知道下一次 会轮到哪个宗门 这话一出 在座的各位心口 又重新给堵上了 已经说了得很堵 还没说得更堵 那几个自称是清玄宗的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秘境外面讨论的热热闹闹 秘境里面也在谈论不休 断星河把目光 从云端比武台上挪了回来 转头看向叶玲珑 这法宝 你们清玄宗人手一个 那倒也不是 只做了五把 我和武师姐一人一把 还有三把 留给至今上未能遇见的 另外三个非战斗戏的师姐 叶玲珑说完 断星河心里平衡了一些 虽然这玩意 足足有五把那么多 但好在他们宗门并不是人手一个 看来制造这个法宝很费劲 不能说造就造 无法人手一个 要不然 他们宗门的人也太可怕了 可惜其他师兄师姐 看不上这玩意 不然给他们人手配一个 也不是什么问题 断星河一正 看不上这玩意 这东西威力这么大 他师兄师姐看不上 战斗力都这么恐怖吗 他本来没想那么多的 这下子真的很好奇 他们这群自称是清玄宗的弟子 到底有多厉害 叶玲珑看他这表情就知道 他肯定是想岔了 他们所有人都以为 他造的枪和修仙界里头的法宝一样 厉害之处在于 他本身得到了他 等于拥有了这恐怖的力量 其实不然 他的枪厉害之处在于他的子弹 子弹里头的成分 是他研究改良过很多次的 不同的威力用的材料不一样 造架也不一样 用的子弹才是真烧钱 武师姐有钱烧得起 他修为低 怎么也得配一把防身 其他三个师姐同理 而清玄宗里头 其他的师兄师姐 战斗力一个比一个凶 肝架直接上 不要成本的 而且用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首先要控制距离 其次还要打得准 条件那么多 使用起来又烧钱 所以其他人都没有 不过叶玲珑没打算解释 他就喜欢他们 看到自己发明的东西的时候 那震惊的一脸不值钱的样子 这一场比武打完 陆白威从云端比武台上消失 下一场的两个对手 很快就出现 陆白威没有失败 所以没被送回复活点 而是直接回到了原位 所以 叶玲珑并没有能和陆白威碰面 好戏看完了 人也不在 该干活了 叶玲珑这么想着 从树上跳了下来 结果他刚下来余光 就看到背后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 他假装没看见似的 收回了目光 并且低下头忍住了笑 小妹 你在干什么 没什么 大哥 你能去那边帮我摘几株蓝香草过来吗 蓝香草 这附近不是就有吗 我去帮你摘 不 不要这附近的 我要那个小山丘上面的 有区别 木系修炼者说有 那就有 好 段星河按照叶玲珑所指的方向 走过去给他摘蓝香草 叶玲珑则留在原地 抬起头 继续看云端比武台上的情况 看了几眼之后 他便因为比武台上的精彩对战 而激动地跳了起来 并且热烈地鼓掌 跳着跳着 整个人压根没注意到 自己越跳越向后 越跳越往外 本来就在和平区边缘的他 跳过了边缘线 跳出了和平区的范围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叶丛 树丛 石头后面 好几个能藏人的地方 全都躁动了起来 再出来一点 再往外一点 快快快 就在大家心急如焚的时候 叶玲珑果然不负众望地 离和平区越来越远 就是现在 那一刻 所有藏在暗处的狙击叶玲珑的人 倾巢而出 用尽一切可能 打出灵力的同时 自己也跟着冲上去 总之 他们要 他 死 就在大家都冲出来的这一刻 叶玲珑忽然一个瞬闪 回到了和平区之中 然后回过头 对着他们 露出了一抹迷人的笑容 没想到吧 早就发现了 逗你们完呢 让我看看 天定宗 赤炎宗 援武宗 哎呀 好多人 好期权 好热闹 我这该死的魅力啊 走哪都有那么多追随者 开心坏了 来来来 和平大门常打开 欢迎你们都进来 一起磕瓜子 谈人生 我真的好想听听 你们的人生 到底有多失败哦 他怎么能那么欠 不进来吗 叶玲珑道 不进来的话 我就不等你们 找大哥去了 叶玲珑挥了挥手 还真一蹦一跳地走了 不能就这么放过他 在和平区附近等着 只要他赶出来 直接把他弄死 好 大家达成一致之后 分散开来 在和平区的周围 等着围堵他 而叶玲珑走进 和平区里头之后 找了个地势不错的地方 心情愉悦地哼个小曲 不起阵法来 布阵要花的时间不短 这期间 段星和自己出外面 去击杀灵气兽去了 他一个人在和平区里 没有人打扰 不得那叫一个专注又自在 他的速度不慢 但也花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 才布好这个传送阵 做完之后 他灵光一动 又在阵法里头一个隐蔽的位置 放置了一个改造过的 修仙版智能机玉牌 并且 让玉牌时刻打开着 在这个位置 正好能看到 云端比武台的情况 这样一来 无论他接下来去到哪里 只要拿出玉牌 联系到这个玉牌 就可以看到 云端比武台上的所有情况了 这样没准 还能有机会看到 师兄师姐们的比武 叶玲珑想到就去做 做完之后 觉得不够完美 又临时做了一些改动 这一改 又花了点时间 这时 在和平区外面 蹲守天定宗的弟子 已经按捺不住了 他怎么还没出来 不知道啊 他不会打算 再也不出来了吧 要不然进去看看 撞见段星和怎么办 意图不要暴露得那么明显 我们现在蹲边上 是要偷袭的 得承认不备 真烦 要是咱家的合体七师兄 能来帮忙的话 还怕什么段星和 这话一出 边上的弟子 立即给他的脑袋 拍了一巴掌 谁家合体七师兄 不是到处斩杀灵气兽 准备你挣我抢拿个第一的 有时间管我们这些闲事啊 叶玲珑重要还是 真排名抢灵气重要啊 这话一出 边上的人全愣住了 是哦 叶玲珑重要还是 真排名抢灵气重要 这都浪费一天一夜了 还要等吗 他死了 他身上的灵气 也未必归我啊 我不等了 我也不等了 我的时间也很宝贵 这是交给赤炎宗和元武宗吧 溜了溜了 很快 另外一片草丛里头 赤炎宗看到那边的人撤了 什么情况 大家说好的 埋伏叶玲珑 他们竟然偷抹跑了 我们还在努力 他们去挣灵气 干 我也走了 爱谁谁 反正又不止我一个恨他 走走走 留元武宗那群 傻缺自己蹲吧 反正他们是被伤得最深的 我们师兄都环护着他呢 瞎掺和什么 赤炎宗和天定宗的弟子走了 临走的时候 没有通知元武宗 而元武宗也不负众望地 蹲到了从和平区里 走出来的叶玲珑 咦 怎么就剩 你们几个了 之前不是乌泱泱的一大批人 赤炎宗和天定宗的弟子 走了 没通知你们啊 别说叶玲珑一脸惊诧 就连元武宗的弟子 也很惊讶 是啊 怎么就剩他们了 本来二十多人的大围攻 他们料定 就算断心和再也保不住叶玲珑 但怎么一眨眼 就剩下他们元武宗几个了 就剩几个 那岂不是给断心和随便杀 元武宗中弟子的心跳到了嗓子眼上 跑啊 晚了 断心和鬼一样的 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他们后头 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且在他们转头跑的时候 挥起了手中的大刀 随便乱砍 于是 这一场联合敦服 以失败告终 只有元武宗弟子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不是我嘲讽你们 为什么非得后撤呢 往前跑 不就进安全区了 就你们这脑子 是怎么敢蹲我的 说得好有道理 早知道一拥而上往前扑了 没准还能活俩 这下好了 又要敦服活点礼了 送走了元武宗那批 被仇恨吞噬了脑子的弟子之后 叶玲珑坐上了断心和的坐骑 跟着他一块往前走去 按照之前的计划 他们再次往边缘进发 一边走 叶玲珑继续一边在坐骑上 扩展他的空间 走了一段时间之后 侧边的山谷里头 忽然传来了一道轻微的哀嚎声 于是叶玲珑改了个方向 打算去山谷里头看一眼 刚进去 他就看到一头七级灵气兽 趴在地上奄奄一息 他的背后还哗哗地流着鲜血 看起来刚被人中伤 咦 都快打死了 为什么停手了呢 叶玲珑疑惑地挠了脑脑袋 然后走过去看了一眼 确定没人之后 取出了红颜 肯定是为了给我留下一分大理才停手的 那我勉为其难的 就收下它吧 准备一剑斩下去 住手 不准动 本来听到这一声住手 叶玲珑已经停手了 结果他万万没想到 那人会从他头顶上砸下来 他猝不及防地被砸中 整个人被砸趴下去 手中的剑也不可控制地往下一戳 戳进了那只奄奄一息的七级灵兽的体内 把他给当场戳死了 那一刻 空气中充满了沉默 那 这就不能怪我了 是不是 六师兄 你说你 好端端的 你干嘛出现在我头顶上 我也不想啊 我费尽千辛万苦 终于制服的这只七级灵气兽 正准备杀它的时候 人被抓去比武了 这不是刚刚才回来吗 来得及喊你助手 来不及控制身体 就砸下来了呀 我辛辛苦苦打的灵气兽 七级灵气兽啊 嗨 区区七级灵气兽 你就当送我了呗 多大点事啊 坚强点 不坚强能怎么办 宁明成叹了口气 就只能当做送给小师妹了 他还未收拾完伤感的情绪 就被叶玲珑抱着手臂拽了起来 一路拖拽跑到了那只 等在一旁的坐骑之上 并且把他推上了坐骑 两人一块儿骑了上去 走了 去哪 宁明成刚问完 叶玲珑摸了摸身下的坐骑 于是他开始快速地跑了起来 去干大事 两人一路狂奔 冲到了断星河的身后 他听到动静 猛地回过头去 一眼就看到了 跟叶玲珑一起骑在他坐骑上的男子 大哥 我遇到我家六师兄了 他超厉害 断星河的目光 在宁明成身上打量了一圈 没看出这个练须初期的人 有什么特别 有多厉害 他会做法算卦 他可以帮我们算出 高等级灵气兽所在的位置 这话一出 断星河看宁明成的目光 一下子好了许多 那就带着他吧 不过 他腿怎么了 他腿没事啊 我还以为他不能自己走路呢 说完 断星河转过身去 继续往前走 坐在座骑上的宁明成愣了一下 然后一脸震惊地指着自己 他是不是在嘲讽我 听着很像 为什么 大概是因为这是他的座骑 宁明成二话不说 直接跳了下来 不做就不做 谁稀罕做 六师兄 你做法算得挂呗 不算 我算不了 骗人 你那只七级灵气兽 就是算来的 不然在那个位置 边上什么也没有 人也没有 你怎么会忽然往那边去 找到身藏在里头的七级灵气兽 明明成一脸被拆穿得尴尬 天机窥探多了 要遭报应的 就好比说 我算出了七级灵气兽的位置 但是我辛辛苦苦打半天 却给你做了嫁衣 这就是我的报应 问题不大 你遭了报应 但我赚了呀 放心 等你把梅运给遭完 我捡够了好处 再回头接近你 你也一样是赚到 六师兄 你也小师妹都不相信了吗 行吧 你这样破坏同门信任 回头我去找大师姐 大师姐那告完三师兄那里 单独告一个 等以后碰见大师兄和二师兄 我在 我算 我算还不行吗 宁明成气得想挠头 一哭二闹三告状的把戏 小师妹回回都完 但就是回回有用 宁明成看了一眼四周 找了个空旷一点的位置 当场坐下 不知道为什么 他穿的明明是清玄宗的门派服 可当他坐下的那一刻 叶玲珑觉得他这一身气势 可太悬门了 一看就是个大师 气度十分不凡 说吧 算什么 我先声明 算同门位置算不出来 因为你们 跟我息息相关 关心则乱 容易出错 划不来 叶玲珑跳下坐骑 跑到宁明成面前蹲下 算十几以上灵气兽的位置 宁明成一正 十几啊 那可是比肩大成七的灵气兽 你是去给他送点心的吗 这不是有大哥吗 他只是个合体 而且只有一个人 这不是还有我吗 你这小化身 但凡靠近点 就被他拍成灰了 这不是还有你吗 我知 我和大哥之前就联手击杀过一个十几灵气兽 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不就是十几灵气兽吗 戴上我 肯定能击杀成功 那你倒是算啊 宁明成从戒指里头 把他的那些道具一样一样拿出来 棋子 浮尘 八卦盘 悬门道袍 多的人眼花缭乱 正要开始的时候 他又犹豫了 小师妹 算个七级灵气兽 我都能遭报应拱手送你 算十级灵气兽 那后果我不敢想 但你得跟我保证 无论我多惨 你都不能丢下我不管 这还用保证 我什么时候丢下过你了 赶紧的 我保证 宁明成得了叶玲珑的保证之后 开始摆弄他的东西 将悬门道袍给穿上 棋子一个个插到自己的后背 同时将八卦盘和浮尘一一摆弄厚 架势座十足之后 他终于开始了 他嘴里开始念念有词 手上的动作也开始多种多样 就连脚也不安分地跳了起来 整个看起来跟跳大神似的 场面一度令人大开眼界 若不是他面前的八卦盘里头 真的亮起了一道道光束 出现了许多颗像是星星一样的点 他都要怀疑 他是不是单纯地只想跳个舞而已 叶玲珑之前也曾在书上见到过 关于悬门的描述 没听说他们算卦是要起来跳舞的 有没有可能 他是被他那个师父给坑了 那些多余的舞蹈不跳 是不是也可以 叶玲珑这么想的时候 忽然对上了段星河的震惊的眼神 他不知什么时候回了头 此刻正一脸惊叉地看着宁明城 一副我不懂 且大为震撼的模样 然而就在这时 宁明城跳得越来越欢 八卦盘上的星星也不停地闪烁着 光芒好像越来越强烈了 眼看着光芒马上要聚成一团的时候 忽然间 扑的一声 跳得正欢的宁明城 忽然大口血喷了出来 整个人像是偏仙的花蝴蝶一样 坠落下来 滚到地上 这正是当场把叶玲珑给吓傻了 他赶紧冲过去 查看宁明城的情况 他五脏六腑都伤了 整个人更是止不住地吐血 这时 叶玲珑发现 那个八卦盘的光芒还在亮着 他还在努力地聚成一团 他意识到 六师兄都这样了 他竟然还没有放弃算这一挂 他是疯了吗 再这样下去会要命啊 六师兄 停下来 别算了 停啊 叶玲珑转头发现 八卦盘上的光芒仍在 六师兄根本就没听话 于是 他当机立断一掌劈下去 直接把他给劈晕了 他昏过去之后 八卦盘上的光芒终于消失 这一挂 算是中断了 叶玲珑此时伸手去探 他的鼻息还有气 又摸了摸脉搏 伤了但没有重伤 他不由地松了口气 他运转大重生术 迅速地给宁明城治疗起来 治疗完毕之后 他坐在那里 随手捡起了六师兄的八卦盘 盯着上面留下来的痕迹 看了起来 你这师兄 还挺有意思的 段星河不知何时走了过来 在叶玲珑边上蹲下 一脸的好笑 你才有意思 你全家都有意思 我就知道 你看我不爽 抓到个机会 就要嘲讽我 宁明城咳了几声 从地上爬了起来 人醒了 但脸色还是很苍白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巴不得 我就这么没了 那你怎么不如我所愿 我偏不 我坚强得很 我就要 跟我家小师妹在一块 我就不让你 继续一个人带着她走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是嫉妒了 带了好多天的小妹 忽然有一天多了个师兄 不再是你一个人的小跟班了 所以你嫉妒 宁明城说得直白又大声 完全忘了 他是在跟一个合体说话 只见边上的段星河 看了他一眼 没再跟他吵架 起身往前走了 他一走 叶玲珑拽了一把宁明城的衣袖 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勇敢了 这么对人家 你不怕被灭口啊 宁明城张了张嘴 看着叶玲珑的目光 莫名的复杂 反正是在秘境里头 死了就去复活点呗 多大点事啊 叶玲珑迅速捕捉到了他的不对劲 六师兄 你是不是事情瞒着我 你刚刚算卦的时候 是不是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了 宁明城更大了双眼 脸上露出了一副被拆穿的惊讶 我在书上看到过 你们悬门算卦的时候 看到天机会被反噬 看得越多反噬越狠 如果算怪之人扛不住 把自己算死了也不是没可能 你就不该打断我 在这秘境里头死了 就去复活点啊 也就是说 你真的看到什么不该看到的东西了 我 宁明城刚要说话 忽然间整个人身体一抽 瞬间脸色变得煞白 但几秒钟之后 他缓了过来 我就说你刚刚不该打断我啊 我快要看到了 你这一打断 我什么都没来得及看 这伤都白受了 叶玲珑迟疑地盯着他 真的 真的 宁明城毫不犹豫地回答 但却没盯着叶玲珑的眼睛 不是让你算十级灵气兽吗 十级灵气兽 也算得上是天机 那倒不是 就是偶然一个气机 有机会亏到天机 得及时抓住 抓不住就没了 就像刚刚 差不多得了 叶玲珑笑道 天机跟你有关系吗 你这么操心 你平时除了算卦 就是跟七师兄吵架 能有你什么事 是没我事 宁明城看了叶玲珑一眼 然后忍不住又看了他第二眼 第三眼 六师兄 啊 天机跟我有关啊 宁明城一正 你别胡说八道 我什么也没看见 操心也没用 你就算看见了 我也不会改 你这人 我这人怎么 叶玲珑笑道 准备要与天下为敌了吗 宁明城瞪大了双眼 你别乱编啊 这么离谱的事 你怎么说得出口 你就一小化神 你有什么资格与天下为敌啊 这里谁不是一拳头 就能砸死你啊 开什么玩笑 我是小化神啊 可七大宗门我已经得罪了三个 未来他们联手 围剿我也不是没可能 那你都知道 会有这种后果 你还惹那么多事 我不惹事 事就不来惹我吗 宁明城这下没话说了 小师妹说得也对 他们清玄宗没去惹事 但事事总不放过清玄宗 那你们确实瞎操心了 段星河这话一出 叶玲珑和宁明城 猛地抬起头来 这人怎么说走就走 说回来就回来 连招呼都不给一个 主打一个神出鬼没吗 他们几个宗门 也就在这里头会正大光明地追杀你 因为在这里杀人不会死 抢灵器更是再寻常不过 可一旦出去之后 他们是不可能直接杀你的 段星河一本正经的道 虽然大家私底下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面上都是名门正派 师储无名去围剿一个人 就是最恨你的元武宗 也不会这么做 都要脸 不仅是要脸 而且其他宗门也不会允许 他这么做 因为如果只是丝绸 就集合一个宗门之力去对付 那武力和权力用得太过随意 这场修仙界的秩序就乱了 一旦秩序混乱 想杀谁就用强权武力杀谁 那么到时候 自己也会陷入到 混乱且没有保障的境地之中 所以 这是不被允许的 再气再恨 只要师出无名 就不能正大光明地动你 听着段星河这一本正经的解释完 叶玲珑和宁明成两个人 都忘了刚刚在吵什么了 待了两秒钟之后 叶玲珑回过神来 好一个名门正派 我们清玄宗也是 这规矩我懂 这规矩我也懂 宁明成笑了 不过 你是真的很在意我家小师妹啊 不过他是清玄宗弟子 出去之后 他就不再是你的小跟班了 段星河瞬间变脸 抬起拳头 正要砸下去 宁明成赶紧给自己找步 我的意思是 我算出十级灵气兽的位置了 我带你们去 听到这话 段星河收回了他的拳头 那就在前面带路 再废话我就弄死你 在绝对的武力面前 宁明成低了头 无所谓 他这人本就能屈能伸 主打的就是个接受能力强 于是重新上路之后 他走在最前头 给他们带路 这一路上 叶玲珑一边走一边留下记号 希望清玄宗的同门看到了 能往这边走 跟他们会合 毕竟六师兄说了 他走的方向 不但能找到十级灵气兽 还能找到更厉害的 所以他们大概率会在这条路上 待很久很久 不太会回头去复活点了 所以 能在最终位置上会合最好 这条路很长 路上遇到了不少灵气兽 高级低级都有 遇到低级的 他们会直接路过 而叶玲珑则会把他的灵宠们放出来 让他们去捡垃圾 遇到六级以上的灵气兽 他们会顺手打掉 毕竟这等级网上的灵气兽 杀一个少一个 在秘境结束之前 不会再刷新了 六级灵气兽 相当于试炼虚后期 这等级的灵气兽 对叶玲珑来说 有点高 所以在六师兄 一个一个击杀 将灵气收入囊中的时候 叶玲珑要费好大劲 才能杀一个 这时 边上的段星河 朝着叶玲珑挥了挥手 然后指向被他打伤的那几只 小妹过来 这几只给你 那你呢 去你师兄那边杀 他速度慢 我帮个忙 宁明成猛地回过头来 面色难看地 加快了砍灵气兽的速度 不准抢 不准抢 简直欺人太甚 小师妹 怎么 你也有打伤的灵气兽要给他 一口一个小师妹 不照顾一下 宁明成心口一揪 明明已经送了个七级的给他 就不能给他留几个六级的回个血吗 同妹师兄 还没我这个大哥照顾得好 宁明成心口一痛 合体气杀得多又快 让一点不痛不痒的 他这个练续气辛辛苦苦 勤勤恳恳 让一个都是要命的 能比吗 这该死的嫉妒心 真让人面目全非 嘴脸丑恶 终于 路过的这一批六级灵气兽杀完 叶玲珑成了收获最多的那一个 断心和刺肢 宁明成拼了老命疯狂加速 千辛万苦 总算没落后多少 除了灵气兽 他们还遇到了其他宗门 抢夺灵气兽肝架 每每遇到肝架 叶玲珑都会过去劝架 若劝架成功 大家相安无事 他会顺走他们抢夺的灵气兽 作为劝架辛苦费 若是劝架不成功 就把他们全都送回复活点 冷静冷静 主打的就是一个 大家和平共处 反正户殴也是要回复活点的 他只不过是贴心地帮助他们 避免他们被对方 占到一丁点便宜而已 仗着大哥的服装 叶玲珑在秘境里头 混得那叫一个风生水起 跟他们废话这么多 做什么 灵气兽本就是谁建了谁抢 全部杀了便是 你还跟他们讲道理 没办法 我善良啊 叶玲珑说完 宁明城和段星河 愣愣地看了他好一会儿 才渐渐地消化了善良这个词 三人继续往下走 终于在一个乱石灵巡的山谷里头 停了下来 山谷之内寂静无比 天边时不时会有飞鸟掠过 安静的一点也不像是一个 有实际灵气兽的地方 就在这巨石堆下面 宁明城指了指他们脚下的石头 我先下去看看 你们在上面等我 段星河说完正要走 叶玲珑将自己的破土珠递给了他 大哥 用这个下去 不用自己破开这些巨石 嗯 段星河接过了叶玲珑破土珠 直接往下钻 钻进了一堆巨石里头 这时 叶玲珑带着宁明城往后退 找了个宽敞的位置 开始布阵 和上次击杀实际灵气兽一样 一来防止别人抢夺 二来做个治疗阵 方便大家疗伤 叶玲珑布阵的时间不算很长 因为这个山谷四面环山 隐蔽性还挺好 治疗阵布过之后 更是手道擒来 他刚布好 地下就传来了巨大的动静 轰隆隆的声音传来 把叶玲珑和宁明城给惊到了 煞时间 山谷里的那一片乱石 全都在震战 像是什么东西 要从里面破石而出一样 看着让人紧张 震战的时间没有持续很久 因为很快段星河下去的那个位置 飞上来一人 准确地说 一个血人 大哥 兄弟 叶玲珑和宁明城 赶紧跑过去 把人从巨石堆上抬下来 放入到治疗阵中去 同时赶紧给他塞了好几枚灵丹 稳住他的伤势 并且开始运转大重生树 给他疗伤 他这伤势也太可怕了 比上次在冰山里头 第一次击杀大冰蛇的时候 要重得多 这可几乎是要了半条命啊 他的血一时之间还止不住 伤口又大又深 看起来触目惊心 十分可怕 这一通操作之后 伤势惨重的段星河 终于缓过了口气 睁开了眼睛 他第一眼看的 不是叶玲珑 而是宁明城 带杀气的那种 宁明城身形一颤 怎 怎么 你说 下面有只十级灵气兽 是啊 你这不是遇见了吗 我没算错吧 里面有灵气兽啊 段星河冷笑一声 手掌放在宁明城的大腿上 狠狠一捏 痛得他尖叫起来 小师妹 他杀人了 大哥 是他要杀我 我没有 你没有 下面那只灵气兽 明明是十一级 你跟我说他十级 这下子 叶玲珑和宁明城 齐齐一正 咋回是六师兄 就 就算错了呗 多正常啊 十挂能对两挂 那就是天才了 哎呀呀 清点 他不是要死了吗 怎么力气还这么大 合着你跳了半天 又吐血 又一脸深沉的 最后算错挂 段星河给气笑了 他那阵仗 谁能想到 他算错挂 大哥 你息怒 对你的伤势不好 叶玲珑帮段星河 松开了他的手 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 我们该计划一下 接下来该怎么办 能怎么办 打呀 段星河果断道 还打 你打得过 宁明城激动道 我当然打不过 谁算出来的 谁去打 段星河冷笑 要不然 我们还是走吧 不走 兄弟 我错了 别怒气好吗 我认真的 走了他就是别人的了 他的封印已经松动 很快就出来了 段星河收起了玩笑道 这话一出 气氛沉寂了下来 别说是段星河和叶玲珑 就连宁明城都觉得不甘心 虽然说是算错了挂 十一级算成了十级 但他是一只更高级灵气兽啊 多少人想打都没机会打 他们这好不容易发现了 却当作没发现灰溜溜地离开 这谁能甘心啊 可是不甘心 凭他们三个的实力 也打不过呀 沉默好一会儿之后 叶玲珑先开了口 我觉得大哥说的对 这十一级灵气兽 不能放手 叶玲珑一开口 原本大家躁动不安 且又浮躁慌乱的气氛 似乎一下子沉稳了下来 大哥 你刚刚下去 看到那十一级灵兽外面的封印 大概还能撑多少时间 保守估计三天 叶玲珑点了点头 那我们就等上三天 三天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我在这一路上 留了不少记号 也许会有看见了 记号的同门赶过来 同时这三天 我们自己也不能浪费 一株金红仙草 不是管三天吗 无忧国里头 不都装了大量灵气吗 用起来 哪怕三天 抓紧时间 便强一点算一点 叶玲珑说的时候 宁明成在一旁使劲点头 六师兄 既然你这么自信 我送你一株金红仙草 三天之内 给我突破到炼须中气 不过分吧 听到这话 段星河一愣 还能给突破提要求的 他本以为宁明成这次会拒绝 谁知 他竟然点了个头 只要你给 我就突破给你看 大哥 这三天你也一边疗伤一边修炼 别的不说 把你囤在无忧国里头的灵气 全部用完 到时候即便是死了也不亏 我们都一样 灵气全用完 谁死一回 去复活点蹲六个时辰 马上再冲过来 重新加入战斗 段星河点了点头 这样确实很划算 说动就动 叶玲珑说完之后 起来在边上布了一个修炼专用的 防止灵气外溢的阵法 同时还把仓水珠拿出来 在他们修炼的位置周边造了一个灵池 值钱的丹药也吃了好几枚 把状态和准备做到最足之后 三个人迅速地进入到了修炼模式之中 进去之前 段星河看了一眼 已经进入状态的宁明城 然后忽然转过头来 一手搭在了叶玲珑的肩膀上 这忽如其来的动作 让叶玲珑内心一阵慌张 他是不是发现自己不止一株金红仙草了 小妹 你那一无是数的师兄说的对 啊 我就是嫉妒了 你若是赤炎宗弟子就好了 以后我上奶都带着你 你带着你的同门也是可以的 不一样 叶玲珑一正 就好比 如果是他们 刚刚那会儿已经选择离开了 而不是倾尽一切 去想办法拼一拼 试一试 段星河轻笑一声 不对 是早在我一进来 就不顾利益最大话 明明死过一次 也还要固执地 击杀那只实际灵气兽的时候 就已经离开了 这会儿 叶玲珑听懂了 大哥是需要一个跟他一样 敢闯敢拼不怕死的小弟 但这世上大多数人怕死 所以才显得他们一族珍贵 虽然我总看不上你家六师兄 但他和你一样 勇敢无畏 绝不后退 其实 这是我们清玄宗弟子的机操 段星河一愣 看着叶玲珑的目光 忽然变得敞亮起来 不过 我们清玄宗不收人了 段星河笑了 顺手揉了揉叶玲珑的脑袋 想什么呢 入了赤炎宗 我不会叛变的 抓紧时间 我们修炼吧 好 叶玲珑一点头 迅速地进入到修炼状态之中 大哥就是大哥 果然不拘小节 他有两株金红仙草这事 他是一句也不问啊 换了他 高低得追根究底 再给两拳头才解气 随着段星河和叶玲珑的加入 很快三人便都进入到修炼状态之中 不得不说 金红仙草的是真的太绝了 即便是叶玲珑这样 拥有五菱根的人 吃了金红仙草之后 修炼速度也跟着嗖嗖起飞 好在他收集到无忧国里的灵气足够多 不然根本经不起五条灵根 一起吸收灵气 他仿佛终于丢掉了家里那辆 在巷子里支压支压行驶的破三轮 坐上了一辆法拉利 来到了空无一人的沿海公路 在上面疯狂驰骋 不停加速 飙升 疯狂 五条灵根像是饿死鬼一样 贪婪且又着急地吸收着无忧国里的灵气 吸得那叫一个畅快又舒爽 尤其是拥有了水灵和土灵的两条灵根 吸得又宝又胀 很快就跨入了大圆满的境界 来到了突破的边缘 比起之前的艰难突破 这一次更像是水到渠成 到了突破的点上之后 叶玲珑在大量灵气的推动之下 轻而易举地迈过了那道坎 成功地突破到了化神后期 然而 这还不是终点 成功突破化神后期之后 他还在往前急迟 一步不停地继续冲刺 一想到他有机会冲击到下一个阶段 他的浑身血液就跟着兴奋了起来 就在他的修为一路高歌 突飞猛进的时候 忽然间 在那辆限量版法拉第啪的一下 便回了那辆破三轮 登几下 前进几步 慢得让人抓狂 叶玲珑猛地睁开双眼 满脸写着 还我法拉里五个大字 你可终于结束了 恭喜小师妹突破化神后期啊 宁明成笑着给他递了一个灵果 歇会儿吧 这时 叶玲珑才意识到 三天时间竟然已经过去了 段星河和宁明成都已经醒来 就差他一个了 叶玲珑接过灵果 放在嘴里啃了一口气 清甜的气息入喉 他从法拉里消失的痛苦之中 渐渐抽离回到现实之中 也恭喜六师兄突破练须中期啊 意料之中的事情 金红仙草都用了 不突破就太过分了 宁明成说完之后 还专门看了段星河一眼 仍在合体初期的段星河 没有突破 段星河虽然不爽宁明成很久了 但不得不承认 他的天赋似乎真的挺厉害的 说突破就突破 一点犹豫都没有 看什么看 修为越高突破越难 你不懂吗 我无忧国里的灵器都用完了 也不够我突破到合体中期 这有什么办法 这确实没有办法 宁明成双手一摊到 要不是无忧国里的灵器给用完了 我说不定还机会更进一步 他俩都没能修炼到 金红仙草的效用消失 因为无忧国里的灵器不够 而提前结束了 只有叶玲珑是从头到尾 一秒钟都没有浪费 小师妹 你到底吞了多少灵器啊 这都没用完 宁明成一问 叶玲珑回头便狠狠地瞪他一眼 这不是明摆着告诉大哥 他在后面偷偷摸摸摊了许多灵器吗 完了 完了 这时 段星河只是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脸上露出了一抹原来如此的表情 那一刻 仿佛之前很多没想明白的点 在这一会儿 他全想明白了 怪不得 就在叶玲珑准备好情绪 准备大哭一场 以此蒙混过关的时候 段星河摇了摇头 然后露出了一抹无奈的笑容 你能有这不吃亏的机灵劲 我也算放心了 大哥 来这里就是抢灵器的 硬抢和治抢 都是靠本事抢 我虽没抢赢 但我收获了一个你啊 宁明成虽然没跟这俩一起经历了很多 但是通过他们的对话 他懂了大半 看样子 这段星河不仅不拘小节 而且十分好骗 大哥 以后我也 宁明成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段星河一个眼刀给关上了嘴巴 别乱喊 我不认 哦 没占到一丁点好处的宁明成闭嘴了 那我们 段星河话说到一半 叶玲珑忽然猛地回过头去 有人来了 三人相互交换了一个眼神 迅速地躲到一边 去等着人出现 很快 一个比他们还要鬼鬼祟祟的身影 出现在山谷的入口 不仅一步三回头 还专门往草丛叶丛里边走 待看清楚来人后 宁明成得意一笑 然后躲在暗处一道灵力砸了过去 轰的一声 纪紫卓反应迅速地躲开了这一道灵力 并且精准地找到了偷袭他的方向 回头就是一道灵力砸了过去 早有准备的宁明成 在第一时间跳开 完美地躲过了他这一击 要不然 你俩上比武台打 反正总要死一个 叶玲瓏一脸无奈地 从藏身处走出来 小师妹 纪紫卓立即跑到叶玲瓏身边 谁要跟他打 是他非找茬 对啊 我找茬 我就是要跟你打 反正死了也不愧 宁明成走出来的时候 得意非常 怎么还是个初期啊 你这速度 纪紫卓看到宁明成这小人得知的嘴脸 气得不行 不就是炼须中期吗 你肯定是花了不少时间 把无忧国里的灵气拿出来修炼了 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收集 你却等着 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 等着就等着 继子卓懒得理他 转头询问叶玲瓏 小师妹 看到你留的记号 我们就跟过来了 你们 对 还有三师兄 叶玲瓏眼睛一亮 来的七师兄 可能对这一战加成不算很大 但是来的三师兄 那就不一样了 他的实力高了一整个档次啊 他人呢 我们走路上的时候 他被抓走去比武了 等他结束 他会赶过来的 我先过来跟你说一声 让你且等他一等 叶玲瓏点了点头 那就等等 也不花多少时间 我们一起看三师兄比武吧 能看 宁明成和继子卓 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三师兄比武啊 那必定精彩的 能看 叶玲瓏说着 拿出他的玉牌 联系上挂在复活点的那一个 然后将虚影的画面 放大到半空中来 下一秒 云端比武台上的画面 便清楚地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比武台上 双方正准备开战 段星河看他们几个那么兴奋 原来还有些不太理解 但看到云端比武台上的画面 他一下子就懂了 甚至内心的惊讶还不小 因为云端比武台上的对战双方 一个修为在练须中期 而另外一个修为 则在合体期 比武台抓人去比武的时候 极少有匹配到 修为跨越一个大境界的情况 除非修为低的那一方 灵气值非常的高 亦或者前面几次比武的时候 修为低的那一方 保持全胜战绩 不仅如此 修为在练须中期的 是清玄宗的弟子 应该就是他们口中的三师兄 而另一边 修为在合体期的 则是天定宗的弟子 七大宗门之中 最强的天定宗 要知道 平常这种修为差距大的情况 修为高的那一方 一般都是毕心宗这样 不善于战斗的宗门 而一直处于 较强水平的天定宗的弟子 似乎还从未对上过 比他们修为低的对手 更别提现在这样 悬术这么大 这确实令人惊讶 不必想 这会儿无忧山上的 那些老头们得吵翻天了 而这时 天定宗主必定是脸色最难看的那一个 断星河轻笑一声 这就很有意思了 值得一看 别说断星河 即便是云端比武台上的 天定宗弟子 也惊讶得很 他自认积累的灵气不守 之前也有过比武 但没有输过 为什么会给自己匹配 这么一个低修为的对手 这无忧树上的秘境出毛病吗 不过 他很快就收回了思绪 既然是白送的 他且欣然接受了便是 很快 比武正式开始 他挥起手中的长剑 带着合体七修士 顾灵渊从容地抬起了 自己手中的剑 在第一时间没有躲闪 没有迂回 正面迎战 天定宗的弟子 没想到这小恋须竟然敢正面迎战 面上刚露出一丝亚异 然而下一秒 他的小小亚异就变成了大大震惊 这小恋须不但正面接了 而且他接住了 这意味着什么 他虽然只有恋须中期的修为 但他完全有跟合体七一战的实力 秘境给他匹配这样一个对手 并不是出错 更不是白送 这是一场硬仗 无忧山上 天定宗主的脸色 果然是最黑的那一个 在无忧山上待的时间也不短了 往常匹配到修为不接近的 虽然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但大多在意料之内 因为各宗门有几个天才 大家心里是有数的 你赢一场我赢一场 算下来基本上扯平 直到今年 这个自称清玄宗的宗门出现 迄今为止 但凡有清玄宗弟子参与的比武 不仅全是越界 而且未尝一败 扯不平 根本他妈的扯不平 看到被匹配在一块的两人 大家沉默了一会之后 平日里看不惯天定宗高高在上的 赤延宗最先落井下石了 这匹配着实有些离谱 炼须中期配合体期 真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啊 赤延宗主笑道 你们天定宗这弟子 我记得 是个好苗子 总不至于会输给一个炼须中期 天定宗主高傲惯了 哪里受得了这种鸟气 他冷笑一声对了回去 赤延宗弟子 不也各个翘楚吗 可赤延宗炼须中期的弟子 也输给了青玄宗的化神中期啊 这一届的无忧数秘境 就没什么不可能 没必要开局 就捧杀我天定宗弟子 相对于这俩的火药味十足 大概是刀子 没戳到自己身上 边上的风行宗主 则要淡定许多 倒也不必说这些丧气话 这么多年来 咱七大宗门谁没输过啊 这青玄宗天才是多了点 但总不至于远强于七大宗门吧 七大宗门都输过 他们也迟早会输 说不定就是这一场了 听了风行宗主这些话 大家脸色稍稍好了一些 那可不好说啊 展阅宗主完全不顾及 那几个老头的脸色 笑得那叫一个没心没肺 但从这一场来说 你们看到希望了吗 至少我没看到 展阅宗主这话一出 大家又忍不住垮下个脸来 因为他说的不是玩笑 几乎是事实 因为这个顾灵渊在开达到现在 虽然他只有炼须中期的修为 但他身上的力量 却像是已经达到了合体七似的 对付合体七的天定宗弟子 那叫一个游刃有余 至少在目前大家还没看得出 他身上有什么特别大的破绽 能让他的对手迅速抓住 并且扩大优势的 你少在这里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 成天阴阳怪气的 捧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你不烦我听着都烦 远武宗主真就见不惯 展阅宗主的嘴脸 又不是他们展阅宗的弟子 他有什么好得意的 真不要脸 此时 云阳宗主笑了起来 倒也不必这么烦这烦那 江山带有才人出 这一届出了那么多天才弟子 我们这些前辈应该用欣赏的态度 去看这些后辈才对啊 放下心里那点计较 一起欣赏这一场精彩的对决不好吗 云阳宗主真是好心胸好格局 毕兴宗主笑道 我们确实应该对后辈宽容一些 这清玄宗的几个弟子 确实值得欣赏 毕兴宗主这话一出 其他人忍不住往他这看了好几眼 云阳宗各个喜欢倒鼓先锋 讲究气度 所以云阳宗主说这话 是出自真心的 可毕兴宗主说这话 完全就是看热闹 不嫌事大 毕竟往年他们毕兴宗一直是挨打 现如今暴揍他们毕兴宗的另外六个宗门 忽然被横空出世的清玄宗给暴揍了 他当然要幸灾乐祸 反正都是挨打 对他来说 清玄宗还是其他六大宗门没什么差别 所以他不急也不愿 内心毫无波澜 毕竟宗门的优势不在这 没必要死磕 就在几个宗主说话间 云端比武台上的战局有了新的变化 这边顾灵渊还在从容应对 那边天定宗弟子已经先乱了阵脚 不但出现越来越乱 而且气息越来越不稳 看得那几个希望他能赢的宗主 连连皱眉摇头 这个天定宗弟子 他们是知道的 天赋很好 否则也不会在三百岁之前 修为就到合体期 他虽然实力比不上各大宗门同修为的清传弟子 但在清传弟子之外 他的实力算是排得上好的 别小看了这个实力 要知道 三百岁以内且修为达到合体初期的清传弟子 每个宗门就那么一个 七个宗门加起来也就七个 其他的清传弟子 虽然修为有可能更高 实力更强 对宗门来说地位更重 占得也更高 但他们年岁也都在三百以上 不能跟三百岁以内的年轻弟子去做比较 所以这么一看 这个天定宗弟子的实力是真的不弱 可在这炼虚中期的顾灵渊面前 是真的有点不够看了 再次乱了阵脚 剑招拼不过之后 那天定宗弟子还是用法术攻击 但即便是用出法术攻击 也还是没能占到一点便宜 反倒是让自己越来越乱 越来越急 这天定宗的弟子 平日里在宗门 想必没怎么输过吧 云阳宗主摇了摇头 他这是太害怕输了 心里压力大 招式全变行了 丢人现眼 天定宗主斥责了一声 扭过头去 不想再说任何一句话 倒是这清玄宗的弟子好沉稳 稳得就像是广袤的大海 深不见底 令人惊讶 展岳宗主一道夸奖清玄宗的环节 用词就一点也不灵犀了 要是能把他劝入展岳宗 他话还没说完 就看到自家长老于 从漫在侧后方笑了 笑容上写着痴心妄想四个大字 宗主 与其一天天地想着简现成 不如多花点力气 培养自家弟子 展岳宗主后面的话吞了回去 这人真不会聊天 要不是家中小辈 且是个女子 罢了 就在几人说话间 那个一早乱了阵脚的天定宗弟子 要撑不住了 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心态不够沉稳 可他们都没能站在顾灵渊对面 感受他带来的那种压制力 就好像站在自己面前的 根本就不是一个炼虚 而是一个合体 并且是一个强大的合体 拥有深不见底的力量 那种力量 似乎埋藏在深处 一旦他爆发 那将会是一种极其暴力 且很利可怕的力量 终于 他没能撑过一刻钟 败在了顾灵渊的手下 输掉的那一刻 他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好似解脱了一样 虽然 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 眼看着比武结束 两个弟子消失在比武台上 大部分宗主们的脸色 都不太好看 这场比武结束 排行石壁上的名次 又有了更新 大家下意识地往那边看了一眼 还没找到顾灵渊三个字 就先看到清玄宗 那柔弱的不能字里的叶玲珑 依旧挂在前石膀上 窥然不动 更糟心了 他只是个小化石而已啊 就没人想杀他吗 他灵气那么多 杀了要转翻的 这动动手的事情啊 不理解 真的不理解 这时 随着顾灵渊的胜利 清玄宗顾灵渊的灵气值迅速增长 从前面一跃而上 进了前石 成为前石榜上的第三个清玄宗弟子 前石战三 让人心梗 不看也罢 我怎么觉得 这个清玄宗的顾灵渊 气势有点不太对劲 天定宗主忽然间眉头紧皱地 来了这么一句 幻平时 大家还会去打量打量 但现在听到之后 大家笑笑就过了 没人去探究 对不对劲不知道 但天定宗的合体七弟子 都打不过他 下一次估计要对上清传弟子了 就是不知 会对上谁家 云阳宗主轻飘飘一句话 成功地让所有人都赌了心 七大宗门相互比武 输输赢赢 大家都能平常心对待 但若是涉及到清传弟子 那谁都不能淡定 因为每一个宗门的清传弟子 都是这一宗门 在三百岁以内的最强弟子 连最强都打不过 那等同于宣判了这一届的比武 这宗门的实力低人一等 就在大家都沉默的时候 无忧山某个角落里头 传来了一声极其刺耳又扎心的呐喊 又赢了 又赢了 清传宗又赢了 恭喜我清传宗弟子 成功拿下八连胜 期待第九个倒霉蛋的出现 为我清传宗增光天才 若不是大家都要脸 真的忍不住去把那个黑衣少年 给暴揍一顿 让他闭嘴 八连胜 还八连胜 一场场鼠是吧 无忧树秘境来过那么多次 就特么他最离谱 嗓门又大 说话又欠 嘴脸还很嚣张 他们从前再风光 也没数自己连胜啊 尚不得台面 一点尚不得台面 此时 那个封印着十一级灵气兽的山谷里头 叶玲珑迎来了他赢得漂亮的三师兄 三师兄 叶玲珑大喊着一声 冲着顾灵渊跑了过去 一个跳跃直接扑到顾灵渊的身上 顾灵渊闲闲的将他接住 笑着捏了捏他的发际 让你久等了 看到这一幕 段星河忽然觉得 之前对宁明城那点极度 在顾灵渊面前 真的一点不算什么了 他也好想要一个这样 又让人想要保护 但关键时刻 又从不拖后腿的 可可爱爱的小师妹啊 没久等 我在看你比武呢 我家三师兄可太强了 直接爆打对面核体气 帅诈 叶玲珑在夸顾灵渊的时候 段星河这才从滔天的酸味中 回过神来 这个顾灵渊真的很强 那位天定宗的弟子他认识 他知道他的实力 不该打成那样 他有这样的表现 只能说明 顾灵渊给的压制力太强了 若不是顾灵渊 只有练须中期 他可能已经按捺不住 发起挑战 想要切磋试试了 不过 有他在这只11级的灵气兽 应该是有机会拿下的 一次打不败 就多打几次 用他们第一次对付 10级灵气兽的办法 基本能成 既然人已经到了 那我们开始吧 开始什么 祭子卓问道 打11级灵气兽啊 你能凑进来 你占大便宜了 宁明成笑道 段星河说完 朝着他三天之前 下去的那个位置 走了过去 正准备再一次跳进去 打开那只11级灵气兽的封印 把他给放出来 这时 身后忽然传来了 一个急促的动静 小 小师妹 三师兄 听到呼唤 叶玲珑迅速转过头去 只见陆白威 朝着他奔冲而来 也不知道贴了几张加速符 反正是他控制不住的速度 于是下一秒 陆白威便直接撞到了 叶玲珑的身上 连带着他一起被撞飞出去 顾凌渊赶紧飞起 一手抓一个 这才把两个师妹给拽了回来 叶玲珑第一件事 就是把陆白威身上的 加速符给撕了 怎么了 武师姐 之前在云端比武台上 段星河光顾着看陆白威手里头那把枪了 因为他的枪法是真的很准 每一枪打出去 都漂亮地让人移不开眼睛 这会儿他才发现 叶玲珑这个武师姐 竟然是斩月宗宗的血脉之轻 那个受尽宠爱的陆白威 他不是斩月宗的吗 怎么变成清玄宗的了 还不待他想明白 就听陆白威气喘吁吁地道 快 快去帮大师姐 大师姐被围攻了 一听到大师姐有事 其他人二话不说 立即跟着陆白威跑了 只有叶玲珑回了的头 大哥 我要去救我大师姐 你要不然 段星河无奈一笑 我跟你们一起去看看 这里他修为最高 要真的有事 他应该能帮助他们快速解决 这样也能回来动治之十一级的灵气兽 于是 所有人跟着陆白威一块跑出去 支援于红蓝 陆白威一边跑 一边把事情的经过给大家讲了一遍 我和大师姐 今天遇到了一只九级灵气兽 我们联手把他给击杀了之后 元武宗的弟子就出现了 他们已经在我们背后等了很久 就等大师姐击杀掉这只九级灵气兽 用尽力气的时候出来 再对付我们两个 他们来的人多 足足有十来个 不仅如此 带头的还是他们的青传弟子李明山 同时还有另外两个合体器的弟子 其中一个是赵永凡 大师姐喊我先跑 自己拦住他们 我一想 我留着也是给他们多了个把柄 我就贴了加速符跑掉了 我本来想着去找展岳宗的弟子 毕竟他们人多好找 但我没想到展岳宗的弟子没见到 先看到小师妹留的记号了 所以我就跟着记号跑了过来 还好距离不是很远 时间没有很长 大师姐应该能顶住 陆白威说得匆匆忙忙 气息不稳 清玄宗弟子是听明白了 并且毫不怀疑地 全速往那个方向跑去 但跟在一旁的段星河 却觉得 现在去肯定已经来不及了 李明山是元武宗的青传弟子 他不是一般的合体 而且他还带了两个合体 以及十几个练须期的弟子 就这样的配置 就算他们大师姐是合体期 也扛不住啊 尽管是徒劳 但他怕他家小妹难过 不忍说穿 还是配合地跟着他们一起去了 在路上 他们还看到了 一路寻着记号 慢慢找过来的四师兄杨锦周 彼时 一大群人从他身边狂奔而过的时候 他还蹲在地上确认标记 他听到声音抬起头的时候 那一大群已经到了他的身边 并且继子卓顺手拽了他一把 把他拽着一块跑了起来 怎么回事 你们跑去做什么 跑去干架 十万火急 于是 杨锦周就这么半猛半懂地 跟着他们一起跑了 很快 他们便跑到了目的地 元武宗合围于红蓝的地方 那一刻 段星河看着被围困在中间的人 一下子看失了神 他撑住了 他一个合体 竟然撑住了三个合体的围剿 以及十来个练须七的弟子的合围 他一个人站在包围圈中 手里的剑不停地挥动着 出剑又快又狠 招式干净利落 他一边顶住了三个合体的攻击压力 另外一边 还在重创胆敢围攻他的练须七弟子 此时 一片狼藉的地面之上 横七竖八地倒了好几个元武宗的练须七弟子 他们每个人身上伤痕累累 血流如注 正痛地在一旁哀嚎喘息 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 于红蓝身上的伤势不比对面少 但是他的战斗力却远远强于对面的人 无论他们怎么出招攻击 他都能够强行接下 不仅是接下 他还要反击 即便是反击会让自己更受伤 他也一定要还手 别人刺他一剑 他必还人三剑 除非撑不到三剑就被戳死 否则 他绝不手软 段星河没想到 于红蓝的战斗力这么强 硬生生的一个顶那么多个 撑到了现在 气势还凶得很 他不逃也不躲 似乎根本不在意 对面来多少人 来几个就杀几个 宁愿战死 也绝不后退 更重要的是 他的对手是李明山啊 元武宗清传弟子李明山 他是元武宗三百岁以下 实力最强的弟子啊 连李明山都打不过他 这意味着他的实力 足以在达到七大宗门清传弟子的水平 他这也太强了吧 这清玄宗到底是什么情况 怎么看起来人人都好强 他原本以为 这个顾灵渊已经够可怕了 结果这个于红蓝更夸张 就连化神七非战斗戏的陆白威 也枪法精准 能倚弱胜强 而他们的小师妹 虽然实力不怎样 但是他是很厉害的服尸和治疗师啊 就在段星河 还处在于红蓝和清玄宗 给他带来的震撼中时 叶玲珑他们几个后面赶到的人 已经迅速地冲了上去 当他们齐刷刷地站在于红蓝的身旁 清玄宗的气势 这一下子就拉高起来了 又是你们 李明山咬牙切齿道 一个于红蓝已经足够难杀 上次在无忧树下 于红蓝还是个练须后期的时候 他就没打赢 结果出了无忧树下 他直接突破到合体七 他更是没得打了 本想仗着人多将他拿下 在他起事之前狠狠地把他给压死 但他没想到于红蓝的实力这么硬 合围了那么久 元武宗损失不少 他却迟迟没有战败 眼看着再好一好就有希望了 结果清玄宗那群人都来了 都来了 那就是没得打了 今天就放过你们 下次再见我闭亲手 将你们全部诛杀 李明山狠话放完 打算转头就走 这时顾灵渊直接从侧面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而杨锦舟也从另一侧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以三角之势 将元武宗的弟子全部拦住 你们什么意思 李明山眉头紧皱着脸色十分难看 他目光扫射了一圈 看到了站在后面的断星河 原来是找了帮手 断星河 你可是赤炎宗的弟子 你要插手元武宗 和这些不入流小门派弟子的事情吗 你是要与我元武宗结仇吗 断星河冷笑一声 他从来就不怕元武宗啊 而且在这杀人抢灵器的无忧数秘境里头 什么情面好谈的吗 即便是他出去告状 让元武宗主告到他们赤炎宗主这里 他们宗主也只会说一句 既不如人 活该 断星河正要开口承认帮忙 这时边上的叶玲珑先踏一步 开玩笑 杀你们几个元武宗的废物 还需要赤炎宗的人帮忙吗 我们清玄宗的人就可以办得到 你这副荒如落水狗的样子 是得有多怕 你在说什么屁话 我们元武宗会怕 李明山怒道 不怕那就打呀 连续仗着人多为难 我大师姐两次 以为我们好欺负吗 记住了 以后你们元武宗弟子 见了我们清玄宗就绕道走 不然见一个杀一个 杀到你们 只能蹲在复活点 直到秘境结束 你 我杀到你服 叶玲珑话音落下 直接拔出了手中的红颜 与此同时 陆白威迅速地后退几步 找到合适他的位置 二话不说 直接开启加持场 加持场一开 地面上瞬间铺满了光 光芒之上 生成了一个又一个光圈 看着耀眼夺目 声势浩大 段兴和没想到 清玄宗的所有人都这么刚 真要打 元武宗可是三合体 还是个有战斗力的炼须弟子 他们是真的要打 不仅是打 而且是狠狠地暴打 在加持场开启后的下一秒 清玄宗弟子 对元武宗弟子 发起了进攻 清玄宗虽然人手 但是有了同门的帮助 于弘兰的压力骤减 再加上武师妹的加持场 他感觉自己状态拉满 战斗力爆强 他挥起手中的剑 直接朝着李明山攻了上去 另一边 顾灵渊跟赵永凡打了起来 杨锦舟 则跟元武宗 另外一个合体打了起来 剩下的叶玲珑 宁明成 和继子卓三个人 分别对付他们的 战神一般 疯狂地爆打对面的元武宗弟子 无论是谁 气势和实力都高于对面 甚至一对多也丝毫不虚 于弘兰的实力比李明山强得多 对战的时候 每一剑刺出去 都是李明山被压垮的边缘 在十几招之后 李明山支撑不住想要逃走 但于弘兰根本不给他一点机会 在他想要转身跑的时候 抓住这个他向后的时机 一剑对着他劈了下来 用强大的灵力底蕴 硬生生地劈开了李明山的身体 李明山根本没想到 自己会被这样击杀 几乎劈成两半 死得相当难堪 他回过头震惊地看着于弘兰 但更多的话 已经说不出口了 紧接着 于弘兰又是一剑 直接劈了李明山的脑袋 加速送他去了复活点 于弘兰这边战斗刚结束 顾灵渊那边也紧跟着 很快拿下了赵永凡 赵永凡被击杀之前 他甚至连最后的底牌都没来得及出 就被顾灵渊的硬实力给打死了 相比他们两个死得快 最后一个合体倒是还能撑着 毕竟杨锦舟如今只有炼虚中气 但是他看着同伴 一个个相继被送走 他不能说是心慌 只能说是彻底心死了 即便他的对手短时间内 没可能战胜他 但他也没办法迅速地终结战斗 打赢对手 更别提即便打败了这个杨锦舟 他也绝不可能打得过空出手来的 于红兰和顾灵渊 很快 他身边的炼虚七弟子 被宁明成和继子卓陆续击杀 就连化神后期的叶玲珑 也打死了一个炼虚七 此刻正在攻击第二个 元武宗弟子人 确实比清玄宗的多 但局势到现在 已经不是元武宗合为清玄宗 而是变成了清玄宗弟子 争抢着击杀元武宗弟子 一个比一个抢得及 杀他们就跟刷怪似的 全靠实力抢 最后一个炼虚七弟子 也被击杀完毕之后 那个合体七的弟子 心态彻底崩了 心态一崩 便随之露出了一个巨大的破绽 被杨锦舟瞬间抓住 然后势如破竹地将他击败 剑划过他的咽喉 送他去复活点的那一刻 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清玄宗真有毒 沾一次死一次 下次再见别投铁 转身跑吧 求求了 至此 所有元武宗弟子 被全部击杀 一个没留 段星河看着这群恐怖的 清玄宗弟子 跟恶狼扑实似的 把元武宗弟子全部团灭 整个人陷入了恍惚之中 怎么会一个宗门里头 个个都那么强 没有短板 没有弱点 就连他家小妹 他一直以为柔柔弱弱的 服饰和治疗师 竟然也是个剑修 而且实力强得很恐怖 不但越接击杀链虚七弟子 而且干净利落 速度奇快 那一刻 他甚至有一种错觉 他们这个清玄宗 也许就是当年 风光无限的第一宗门 清玄宗 要我说七大宗门谁最可爱 那必得是元武宗 每次宁愿挨打 也要来送温暖 出去有机会 我给他们弄个奖状 挂个大红花 希望大家都向他们学习 叶玲珑笑着 收起了自己的剑 还行 抢到手两个练虚七的弟子 还K掉了两个大师姐 打伤的练虚七弟子 收获颇风 剩下三个受伤的练虚七弟子 叶玲珑赶在六师兄和七师兄 抢着K头之前 拦下了他们 武师姐也出了大力气 总不能什么好处都没有 这三个留给武师姐 你自己刚刚杀的时候 怎么不想着留给武师姐 轮到他们的时候 你就出生了 陆白威高高兴兴地 跑去K了头 回来的时候 还忍不住抱住了叶玲珑 不愧是我小师妹 永远惦记着我 武师姐你清醒点 只有她给你抢了受伤的弟子 但很可惜 武师姐在小师妹面前 从未清醒过 她只会永远迷信下去 大师姐 你没事吧 叶玲珑关切地询问道 要不要我给你治疗一下 毕竟她刚刚一个人 撑住了那么多人的围攻 身上的伤也不少 不用了 于红兰笑道 你看我像是需要治疗的样子吗 叶玲珑这会儿才发现 于红兰身上的伤势 竟然已经在愈合了 愈合的速度 快得连她一个治疗师都则舍 这效果 比她的神木珠还要厉害 可她分明记得 大师姐是精细丹灵根了 所以 是姐夫 大师姐 你来得正好 我们一起去击杀灵气兽 我找到了一个大家伙 继子卓兴奋地喊道 这下我们清玄宗人 又骑了于红兰笑道 走吧 一起去击败那个大家伙 于是 清玄宗众人 一起往藏着 十一级灵气兽的山谷赶了过去 走的时候 叶玲珑跑去拽住了断星河的手臂 大哥 这是没你不行 断星河一脸好笑 小妹 这是现在没我也行了 多一个人 只会分摊灵气吧 大哥 你和我们一起速战速决 再去找下一个高级灵气兽不好吗 有六师兄在 还怕找不到 快走了 这时 已经走在前面的于红兰 回了个头 你们两个在后面磨蹭什么 快点 断星河一愣 于红兰说的是你们 而且说得好自然 既然清玄宗弟子 都没觉得他碍事 他也没必要在这里绞情了 听见了吗 我大师姐催人了 快走 断星河笑道 走 这一次 他们在回到山谷里头时 掩藏着十一级灵气兽的巨石 已经在晃动 他马上就要出来了 他们迅速摆好阵型 拿出武器准备应战 陆白威先一步 后退到最佳位置 开启了加持场 轰的一声巨响 一只巨大的巨角蛮牛 破土而出 然后对着天空 发出了一道震耳欲聋的吼声 不同于上一次 在冰山里头找到的大冰蛇 这只巨角蛮牛 是自己打开封印出来的 所以 他出来之后 便是发出巨大的动静 吸引人前来 这对他们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事 速战速决 引其他人来就麻烦了 于红兰说完 挥起了手中的剑 给我上 他一声令下 除了叶玲珑之外 所有人都冲向了 那只巨角蛮牛 顶在最前头的 是于红兰和段星河 往后一点的是 顾灵渊和杨景周 宁明城和继子卓 两个人修为不够 不敢太过靠近 只能在稍远一点的地方 用法术攻击作战 而叶玲珑 则留在原地守护着陆白威 同时防止有人躲在背后 想要偷灵气兽 前方打得激烈 他在后面不停地步阵 通过阵法 给他们在加持场上 再加一层 直接把加成拉满 清玄宗众人 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加持 但段星河还是头一回 加成叠满的那一刻 他感觉自己就像是战神下凡 无人能挡 好强 好爽 好兴奋 打得轰轰烈烈 打得酣畅淋漓 和之前打十级灵气兽不同 这一次 清玄宗所有弟子都在 段星河不用自己一个人扛下所有 不仅有阵法和加持场 叶玲珑在一旁部的治疗阵 也随时就绪 若有人受伤 就能得到迅速且高效的治疗 治疗完毕 还可以继续战斗 凭借着这超强的人员组合 和这完备的条件 他们只花了半天时间 就拿下了这只十一级灵气兽 速度非常之快 十一级灵气兽倒下之后 于红兰和段星河一起将他控制住 不让他再有任何伤人机会 小师妹 五师妹快过来 听到大师姐的呼唤 他们两人屁颠屁颠地跑了过去 两人一起 持剑刺向这只巨角蛮牛 由于他体型大且皮操肉厚 两人刺好了好一会儿 才终于结束了他的性命 他消失的那一刻 七个清玄宗弟子 以及段星河总共八个人 身上的无忧果 开始疯狂地储存 十一级灵气兽的灵气 幸亏无忧果装不满 不然我要丑死了 纪子卓激动道 十一级灵气兽 已经是十二级之下的最强 当初前辈们设定的时候 是考虑至少半个宗门 才能拿下的 所以这相当于 我们八个人 分了本应该五十多个人分的灵气 段星河解释道 听到这话 宁明成眼睛都直了 他也赶紧拿出自己的无忧果来看 嘶 刚好玩 这又多出了那么多来 这跟他之前积累的灵气总量 差不多了 十一级灵气兽 就需要半个宗门来打 那十二级灵气兽 岂不是要一个宗门 叶玲珑一脸好奇地询问 错 一个宗门不够 段星河答道 十二级灵气兽只有一只 他只会在秘境结束之前出现 击杀了他之后 秘境就结束了 十二级灵气兽 是前辈们送给所有强者的奖励 他们希望 无论之前如何竞争 之后在十二级灵气兽上 所有人都能齐心协力 所以 从往年的情况来看 十二级灵气兽 会由七大宗门所有的合体期 以及炼虚后期 还有少量天赋齐高 战斗力超强的炼虚中期 联手拿下 因为十二级灵气兽非常厉害 修为太低过去 会被直接秒杀 所以 大部分炼虚中期 都是没办法靠近的 所以最终参与击杀 十二级灵气兽的人数 一般会在五百左右 也就是进入无忧数上 秘境人数的一半 听到这话 叶玲珑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 说完以后 段星河的语气 忽然拔高了起来 肉眼可见的兴奋和激动 完全没有了初见识 那一副我是老大 我很高冷的模样 现在半个月已经过去 十级和十一级的灵气兽 要陆续出现了 我觉得 按照我们这个队伍的配置 完完全全 可以开始全场寻找他们的踪迹 且速战速决 不要耽误时间了 我们朝着下一个高级灵气兽出发吧 清玄东弟子 有点不太习惯他这个样 但是很快 大家一起 转头看向宁明城 宁明城重重地叹了口气 好心情一下全无 有个条件 清玄东弟子一愣 让他给自己人算个卦 他还提条件 说 于红兰眉头一皱 要是他无理取闹 就直接动拳头 我要找个无人的地方 独自算卦 其他人一愣 为什么 因为有人看着算不灵 因为六师兄 不想别人欣赏他的武姿 叶玲珑和宁明城一口同声 说完宁明城脸都黑了 就在其他人一脸好笑 并十分好奇地 看向宁明城的时候 叶玲珑赶紧给他挽回点颜面 虽然不想让人欣赏 但是会算不灵也是真的 因为之前我们看着他算卦 结果他真就算错了 让他算个十级的 结果 他就把我们带到这里来 我大哥心思单纯信了他的技术 想也不想 就直接冲下去了 结果丢半条命 差点没活着上来 听到这话 其他人眼中露出了一抹失望的神色 罢了 不看也罢 虽然他们真的很好奇 悬门是怎么算卦的 一直觉得很高深的样子 那我 走了 走吧 于红兰放他离开 宁明城临走之前 拽了叶玲珑一把 把他拉到前面去 小师妹 我算卦的过程 以后不准再提 六师兄 其实我很好奇 我在书上 没看到说悬门算卦要跳舞啊 而且还跳得这么妖娆 宁明城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露出了一副 痛心疾首的模样 悬门算卦确实不需要跳舞 但是 我那位不靠谱的师父 他平生最恨算卦 最爱跳舞 为了让算卦变得不那么难受 他自己给编了个舞 那你不能学不跳舞的版本吗 我这不是看的书没你多 之前压根不知道悬门吗 已经刻入骨髓的时候 我才知道 悬门算卦不用跳舞 宁明城越说越激动 整个人几乎要叫唤起来 那你说 我能怎么办吗 叶玲珑赶紧拍了拍宁明城的肩膀 示意他不要那么激动 他们没走远 大家随时可能听见 宁明城见此赶紧缓了口气 情绪稳定了一些 所以 你跟你师父学算卦的时候 就双人舞吗 宁明城刚下去的情绪 又一下子爆发了上来 胡说八道 什么双人舞 我跟他不对付 我们经常对拼的算 看谁算得准 哦 叶玲珑拉长了尾音 那就是斗舞 宁明城不知道小师妹 哪里来那么多奇奇怪怪 又令人憎恶的词语 他只知道 他快要爆炸了 好了 六师兄我不打扰你了 你赶紧去算卦吧 叶玲珑说完 心情愉悦地回头 去找大家 这时 宁明城忽然抓住了 叶玲珑的手腕 你的那个灵宠 能不能扔了 叶玲珑一愣 虽然我的灵宠很多 但也不能随随便便扔了 而且 你要扔哪只 就是最长得最好看的那一只 叶玲珑一愣 脑子里把他的灵宠过了一遍 招才等好看不沾边 胖头虽然没青木秀 但在他们眼里面目可憎 小白的脸是指窟窿 圆滚滚只能说可爱 久违也没啥颜值 太子更是一口尖牙 恨不得谁都吞了 啊 懂了 青牙确实好看 六师兄 不能扔 他跟我相依为命许久 早已融为一体 一直与我同在 宁明城一愣 一开始没懂 什么叫融为一体 后来越想越多 越想越不对劲 他们竟然融为一体了 怎么融的 是不是那种 小师妹 宁明城忽然大喊一声 双手抓住他的肩膀 使劲摇晃 你是不是被欺骗了呀 啊 可恶 太可恶了 竟然趁着你小小年纪 情势未开 对你下手 不行 这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师姐 这只灵兽 必须要除 啊 岂有此脸 岂有此脸 你 你胡度啊 让人这样欺负了 也不吭一声 不对 是让那只禽兽给占便宜了 六师兄 你要不冷静一下 冷静不了 原本我还只是问一问 现在看来 此兽必除 留他在身边 只会害了你 说完 宁明城甩开叶玲珑的手 转身就走 但走的方向 却不是往青玄宗那边去的 而是朝着跟他们相反的方向 六师兄 虽然我不希望你冲动 但你是不是走错方向了 宁明城气呼呼地猛一回头 我没错 我就是要去没人的地方 啊 算卦 哦 等我这一卦算完 必定为你除掉身边的那只妖 我身边没有妖啊 勾人的妖 也是妖 等着 宁明城真走了 走的那叫一个步伐匆匆 叶玲珑一脸好笑地 回头到青玄宗那边去了 小师妹 六师兄跟你说什么了 还不让我们听 神秘兮兮的 季子卓第一个跑过来询问 他 叶玲珑想了好一会儿 该怎么回答 他说 他要除妖 除妖 不仅是季子卓 所有人都愣住 对啊 降妖除魔 匡扶正道 是他们修道之人的本质 一个个的都没听懂 可是 我们这里没有妖啊 每天做妖 也是妖 不懂吧 我也不懂 叶玲珑指了只脑袋上的青牙 他要除掉我的青牙 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他每天都踩在我头上 占了我便宜 总之一句话 六师兄精神状态堪忧 等他回来 无论他说什么 你们理解一下 其他人点了点头 表示懂了 很快 宁明城算卦回来 这一次 他倒是人好好的 精神十足 没有受伤 就是有点亢奋 算好了 算好了 这次没有上次准确 只算得出一个方向 但是我们沿着方向走 必定能有收获 那就出发 于红兰还没说完 宁明城打断了他 出发之前 我有一件要事 宁明城一脸严肃 仿佛发生了什么天大的事情 原本大家应该很担心的 但是小师妹之前说了 算卦的人 容易看到很多常人看不见的东西 时常封魔也不奇怪 这种时候 最好不要刺激他 什么事情 小师妹身边有妖 必除 其他人点了点头 没人反对 宁明城一愣 这反应不对啊 我刚刚给小师妹算了一挂 钱藏在他身边装作灵兽的 其实是妖魔 此妖魔不除 未来小师妹必有大难 其他人依旧是点了点头 表示赞同 你们怎么不问啊 因为你说的都对 你们也知道 那只灵兽占小师妹便宜了 知道啊 小师妹刚刚回来说了 你们不生气 不生气啊 小师妹长大了 她都不生气 我们生气什么 不是 这 这可是大事啊 宁明城不明白 平时大师姐对小师妹可关心了 她听到了这消息 怎么就轻而易举地接受了 还有三师兄 平日里但凡有难修感 给小师妹抛灭眼 她都直接动手揍的 今天怎么也不在意 连她都这么在乎 他们为什么都放任不管啊 是是是 但当务之急 还是先去找高级灵气兽 这事先往后放一放 说话的是段星河 一边说 一边抬起胳膊 搂住她的肩膀 拽着她走 哪个方向 那边 宁明城顺手给她指了一下 行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可是 小师妹她 兄弟 你别操心了 我是她师兄 这是我不能不管 你能怎么管呢 现在这样 你难不成直接把她的灵兽给弄死 那可是跟她生死相依的灵兽啊 你就这么强硬的弄死了 她会不会疯掉 宁明城一愣 对哦 他俩都到那一步了 要是大家联手强行弄死 小师妹肯定不能接受 到时候 她做出什么事情来 都不清楚 你说的对 此事 须得从长计议 对吗 以后的事情 以后想办法 现在先找灵气兽 行 我再想想办法 反正现在也杀不着 段星河听到这话 眉头一皱 现在杀不着 那她现在这么激动 做什么 果然是脑子坏掉了吗 可怜的小兄弟 也罢 以后对她态度好一些 宁明城将这事放到了心里 其他人不管她不能放任 但这事必须要好好计划 趁现在还未离开秘境 没能见到她 那只勾人的灵兽 还有时间慢慢研究 这么想着 她脑海里忽然浮现起 那天算卦的画面 顿时她心口一致 难受得赶紧甩了个脑袋 但更坚定了她的想法 那样的事情绝不能发生 很快 大家顺着宁明城的方向一路走 果然没多久 就找到了一只十级灵气兽的踪迹 那只十级灵气兽 是一只三头巨蜥 他们找到的时候 它已经从封印之中挣脱了出来 此刻正追着一群毕心宗弟子跑 毕心宗弟子只有十个 修为最高只有炼须后期 而且 他们似乎都不是很擅长战斗 因为他们 就连逃跑的时候 都手忙脚乱 被那只三头巨蜥 给撞伤了好几个 这时 那只巨蜥又一尾巴过来 将前方那三个毕心宗弟子 给狠狠地摔了出去 他们三人撞到坚硬的石壁 吐血重伤 跌落下来 还等什么 我们除强扶弱 匡扶正义的时候到了 叶玲珑一声喊完 大家迅速地冲上前去 打十一级灵气兽的时候 他们用半天时间就搞定了 这次这只只有十级 没有加持场和阵法 他们几个也能顺利拿下 所以叶玲珑没跟着他们 一块往前冲 而是跑去把毕心宗的弟子扶了起来 一边扶 还一边顺手给他们喂了点药 边上陆白微苗董小师妹的计划 于是也跟他一起 把人扶起带到一边 这里很危险 我们也不确定 自己能拦住多久 你们先离开这里 叶玲珑说完 毕心宗弟子往那边看了一眼 他们只有六个人 两个合体 三个练须中期 一个练须出期 这十级灵气兽少说 也要十来二十个人才好击杀 他们几个 应该只是好心帮他们挡一下 等他们撤离之后 自己也会撤退 情况确实紧急 他们早走一点 大家的安全就多一点 好 我们先撤 我们回头去找毕心宗的同门 然后再过来收拾这东西 那位毕心宗弟子 低头看了一眼叶玲珑他们身上的门派服 在袖口上找了一圈 终于隐约看到清玄二字的时候 愣了一下 多谢清玄宗的同道搭救 以后若有帮助 我毕心宗弟子必定义不容辞 客气客气 你们快走 毕心宗弟子 在叶玲珑的监督下 有序且迅速地撤离了 他们走 陆白威赶紧跑过去 找了个最佳位置 直接加持场铺开 同时 叶玲珑也在这周围 开始简单地做点布置 帮助他们迅速地结束战斗 有了之前击杀11级灵气兽的合作经验 这一次 大家配合更加默契 只用了一个时辰出头 就把这只10级灵气兽搞定了 8个人一起分了他的灵气之后 大家迅速地转移阵地 前往寻找下一个灵气兽 有可能出现的地点 按照宁明城的算法 他指的这一方向 一路走下去会有大收获 所以大家走得极快 几乎没有一点停顿 他们前脚刚走 毕心中的弟子没多久 带着大批同门赶到 看着空空如也的这一片区域 大家一下子愣住了 灵气兽呢 不是说这里有只10级的吗 是啊 刚才确实在这里 难道被人击杀了 不可能 那是堪比大乘七的10级灵气兽 就算是20来个人一起击杀 也得花三个时辰 我们这才走了一个时辰 再找找 找 就在毕心中 寻找那只消失的10级灵气兽时 叶玲珑他们已经到了下一个点 虽然六师兄没有明确算到 这个位置有高阶灵气兽 但叶玲珑还是拽着大家停了下来 他好像有点摸到 高阶灵气兽隐藏位置的规律了 果不其然 他在这黄沙飞舞的石头城里头 找到了隐藏在其中的11级灵气兽 这就更加肯定了 叶玲珑总结出来的规律 毕竟他们都是人造的 人造做不到完全随机 打开了这11级灵气兽的封印 清玄宗所有弟子 加上断星河八个人 迅速进入了战斗模式 这只11级灵气兽 是六尾毒蝎 两个巨大的钳子 还有六条尾巴上的毒刺 非常的有攻击性 比起之前的11级巨角蛮牛 要更难对付得多 但问题不大 这一片区域暂时无人涉足 他们放慢了速度 跟他打持久战 用了一整个白天的时间 在夜幕全面降临之前 终于将他给拿下了 这时候 不仅是断星河 就连清玄宗弟子 也对这种高效率的 击杀灵兽上瘾了 这只杀完找下只 找到下只接着杀 虽然宁明成算的挂准确度 因为他的算挂次数增多 而大大降低 但配合上夜玲珑总结出来的规律 找到的速度不算慢 虽然出错也不少 但他们的速度 比起寻常人来说 快太多了 彼时 无忧树上的秘境 已经开放23天了 离秘境结束 只剩下7天时间 抢夺灵气 进入到最后紧张冲刺的阶段 低阶的灵气兽 已经在这大半个月里 被扫荡得差不多了 这时候 许多实力不太高 或者没找到队伍的人 基本没机会击杀高阶灵气兽的 便开始选择待在和平区不离开 否则出去杀不了人 还要被杀 那就是纯纯白送 如今还在外面晃荡的 基本就只剩下7大宗门的大部队 7大宗门之间也很谨慎 如非必要 不会大规模开战 毕竟这时候 大家身上的灵气都攒了不少 一旦在这个秘境 快要结束的结果眼上死一回 前面的努力就白费了 因为早在前中期的时候 叶玲珑他们的队伍 就在灵气兽封印未解除之前 击杀了不少高阶灵气兽 所以到后期的时候 高阶灵气兽 变得越来越难以寻找 难找到叶玲珑 甚至怀疑 他是不是全部被找光了 于是 叶玲珑让宁明城去算一挂 挂项出来的结果是大炼 也就是说 这灵气兽 要么已经被击杀光了 要么还剩灵性的漏网之余 也许已经被人发现 即便是没有发现 就剩下那么灵性几个 他们再去找 便如同大海捞针 把时间花在这上面并不划算 于是 叶玲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不走了 去找一个风水宝地 把之前收集的灵气 全部拿出来修炼 因为到了这个时候 除了击杀高阶灵气兽 还有一个正灵气的办法 那就是比武获胜 按照无忧术上秘境的规则 比武输了三场的人 将不再被抽选去比武 换言之 到后面还能被抽到的 基本都是赢得多实力强的 而正好 他们这个八人的小队伍 至今全部连胜 没有一个人输过 所以他们被抓走 去进行最后决斗的可能性 非常的大 因此 比起漫无目的的寻找 还有没有都不知道的 高阶灵气兽 不如就利用这宝贵的时间 赶紧修炼 打赢了能赚的灵气 绝不会少 叶玲珑的这个决定 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 毕竟从击杀高阶灵气兽来说 他们已经不能说是超额完成 甚至可以说是疯狂横扫了 再去花大量时间 寻找那点灵心的灵气兽 性价比确实很低 而且 把无忧国里的灵气用掉 即便是输了 也亏得少一些 反正离开无忧树上秘境之前 无忧国里所有的灵气 都要自己吸收带走的 而这些消耗掉的灵气 别人抢不走 但进入排名总额 不会因为使用而消失 因此 在最后冲刺阶段 七大宗门的队伍 还在辛辛苦苦地寻找 此时应该纷纷出现的高阶灵兽时 叶玲珑他们的队伍 提前开启了 吸收灵气的修炼模式 无忧山上 之前各个宗主 都还能谈笑风生 但到这倒数冲刺阶段开始的时候 他们开始认真严肃起来 这关系到最后 各门各派的排行 很重要 上一届无忧树秘境开启的时候 天定宗的清传弟子拿了榜首 这使得 他在这十年间 一直被称为三百岁以下的第一人 连带着天定宗 也风光了十年 越来越强势 越来越硬气 只是今年 各门各派的宗主们 脸色都非常凝重 有些笑不出来 因为此时距离秘境结束还有七天 但清玄宗七人牢牢地霸占在榜单前八 叶玲珑更是十分嚣张地 站着榜一许久不动 这前八中间 就多了一个赤岩宗的段星河 但这个段星河前几次长灵气质的时候 还是跟清玄宗一块长的 眼不瞎都能看出来 段星河跟他们凑在了一块 也就是说 这八个人的队伍 垄断了榜单前列 第九名跟他们一笔 几乎是断崖式的差距 在月中的时候 所有人看着这八个人的灵气质疯长 看得直皱眉 当时还讨论过 他们为什么能长那么快 毕竟这个阶段大量的高阶灵气兽 都还没破除封印出来 这情况 要么是他们击杀了很多中低层的修士 要么是提前击杀了大量的高阶灵气兽 更多人希望他们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这样七大宗门的弟子 就还有很大的机会翻盘 毕竟这八个人再厉害 也就是八个人 而且里面还有俩化神 四脸虚 这样的队伍 跟动辄上百人的七大宗门一比 力量实在是太渺小了 高阶灵气兽一出来 他们必定抢不过 然而 当抢灵气质的时刻来临 本该热热闹闹反转变化的排行榜 像是被人糊了一大层胶似的 基本没怎么动 即便是动 动得也不平凡 增长的幅度也不足以超越前八 如此看来 他们月中传的那些灵气 难不成真的是因为提前击杀了 还未破封印出来的灵气兽 爱唠科的云阳宗主 这会儿心情也不太好了 前十里头 云阳宗就占了一个 还是垫底的第十 往年至少有两 而且 前三肯定有一个 不仅他不高兴 所有人都不高兴 但这似乎就是事实 因为这个该灵气质 频繁变动的时间点上 大家都没有很大变化 这些灵气兽 都还藏在封印之下 他们是怎么找到的 封形宗主皱眉道 谁知道呢 也许问赤炎宗主会有答案 远武宗主开口 就忍不住阴阳怪气 之前叶玲珑打败了 他赤炎宗的弟子 他一副记恨人家的样子 结果自家弟子 却又跟人家凑一块 凑一块的还是个合体 实力很强的合体气弟子 肯定帮了清玄宗不少忙 只见赤炎宗主的暴脾气 一下子就上来了 少在那里阴阳怪气 有空不如多想想 你们家的清传弟子 怎么连前三十都没排上号 既不如人 还口无遮拦 丢人现眼 你 远武宗主被戳到了心窝子 气得蹭一下站了起来 你别太过分 这要换了别的宗主 可能就稀释宁人了 但赤炎宗全宗性格火爆 不爱受一点委屈 而且赤炎宗的实力 本就强于远武宗 他们更不会轻易认怂了 我就过分怎么了 你实在不服 可动手试试 气氛一下子变得剑拔弩张 眼看着远武宗主要下不来台 云阳宗主赶紧笑呵呵地摆了摆手 你们啊 那是关心则乱 弟子们的事情 就让弟子们自己去争取 咱几个没必要在这里争吵 争吵也改变不了什么 息怒 都息怒 再说了 这还不到最后时刻呢 不是还有七天吗 除了七天时间 不是还有比武吗 比武也会让这榜单 最终翻天覆地啊 既然各位 都对自家弟子有信心 那便等着看 硬实力强悍的 不会被埋没 靠运气和伎俩走不到最后 赢了比武 就什么都有了 云阳宗主这么一说 大家的心里都好受了一些 云阳宗主说的没错 虽然不知道 提前抢走了大量的高阶灵气兽 但阴谋诡计再多又如何 一上比武台 不该是他们的 全都得还回来 是啊 叶玲珑他即便机缘巧合之下 打败了赤炎宗的弟子 但他灵气值那么高 肯定会排到实力更强的 到时候 他的灵气值肯定保不住 不急 确实不需要急 不仅是叶玲珑 还有其他的六个人 最终都只能拿到 属于他们实力该有的灵气和排名 几个宗主们 你一句我一句 把对方和自己安慰的记好 他们不着急了 角落里头的黑龙反倒着急起来 这辛辛苦苦攒那么多 书场比武送一半 这也太离谱了 这可怎么办 这时 单手支着头侧我的叶青玄 懒洋洋地睁开了双眼 急什么 没看到他们的灵气值不动了吗 是不动了啊 所以更该着急不是吗 你知道他们 为什么不动了吗 没找到新的高阶灵气兽 因为他们不找了 为什么不找 叶青玄笑了 声音悦耳又动听 因为他们开始吸收灵气修炼了 到手的灵气 他们岂会拱手让人 天真 叶青玄没有故意把声音放大 但所有宗主都是大成七 听他一个没故意隐藏的声音 还是轻而易举的 听到的那一刻 所有的宗主脸全都黑了 不是吧 不可能吧 以前就没有人这么干过啊 在无忧树上秘境里的时间 每分每秒都很珍贵 因为他们要不停地 去正灵气长排名啊 排名落后的人开摆就算了 排名前列的人 没人这么做的啊 他们不能这么干吧 要这么干 灵气全用光 那他们比我还赢什么 不带这么玩的啊 就在七大宗门宗主 一个个面色如土的时候 黑龙激动地叫了起来 我就说叶玲珑这人 从不会叫自己吃亏 这句话彻底扎进心窝子里了 如果是别人 还期待他不会做这种事情 但那是叶玲珑啊 完了 心态崩了 即便听到这些话崩了心态 但大家好歹没有崩完 因为他们不相信 真的有人能抵制 继续收集灵气的诱惑 剑好就收 毕竟灵气兽还没打完 从排行榜上的灵气值变动 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少 但还是有的 而且 就算不杀灵气兽 他们就不会去杀人吗 杀人也能长灵气啊 在这灵气遍地的地方 在这有限的时间里 当然是要竭尽所能的先收集啊 谁忍得住剑好就收 尤其是他们还年轻气盛 哪能这么老成吃重 然而 随着前八下面的灵气 不断地在小幅度变动 可上面的前八是真的一动不动的时候 他们的一颗心渐渐地沉入了谷底 做个人吧 真的 做人是不可能做人的 在最后的冲刺抢灵气的阶段 叶玲珑真就带着其他人 一心一意地吸收灵气 总之 进了自己口袋的东西 是绝不能落入人手 但无忧树上秘境的规则在 即便大家都很努力 也做不到吸完了灵气 才去比武 因为过了一天 在倒数第六天的时候 陆白威被抓去比武了 修炼的阵法里 忽然少了一人 叶玲珑第一个发觉 并且在第一时间拿出了玉牌 通过玉牌里头传来的虚影 看到了被抓到比武台上的陆白威 此时 觉察到动静的其他人 也陆续地从修炼状态之中脱离 目光全都转移到了云端比武台之上 只见云端比武台上 两人都刚刚到达 陆白威还坐在地上 眼神有些迷离 愣了两秒钟才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 此时 无忧山上的人也看到了这一幕 就这打坐修炼的姿势 他们还真的在吸收灵气 见过新眼坏的 没见过有八百个新眼子 还各个全都是坏的 只见这时陆白威站起来 看向他的对手 他愣了一下 竟然是斩月宗的弟子 而且还是个炼虚中气 他平日里跟斩月宗的弟子 算不上熟悉 因为他修为才化神 没办法跟这些炼虚中气的弟子 一块修炼 而斩月宗里的化神就他一个 再加上他是走后门进去的 有宗主和于长老这一层关系 而且刚到斩月宗 就给他办了一场大宴 风光无限 所以很多人没办法跟他寻常相处 所以他基本上都在 奶奶与长老的院子里头自己玩 来找他最多的就是楚千番了 但这人修为到了合体 纯粹把自己当小朋友一样欺负 十分可恶 所以他不喜欢待在斩月宗 他就喜欢跟小师妹一块玩 小师妹总爱夸他 所以这会儿见到斩月宗的弟子 他倒没什么感觉 反正不熟悉 倒是对方惊恶的眼珠子 都要瞪掉下来了 陆师妹 你 你怎么会成为我的对手 同一个门派的弟子 是不会被匹配到的 因为我没写斩月宗啊 什么 虽然他有听说过 这个陆师妹 仗着宗主和长老的宠爱 经常不回斩月宗 但他没想过他 甚至连斩月宗的前缀都不要 那可是七大宗门之一的斩月宗啊 他有什么理由不要 你就当我是其他宗门的弟子 好好打 不要叫我家老祖宗失望 陆白威说完 那斩月宗的弟子又是一愣 他的修为只有化神后期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能分配到自己这个练须中期的 而且他不是剑修 擅长的是加持场 这一点斩月宗人尽皆知 在这种必赢的情况下 他竟然喊自己好好打 就算不好好打 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拿下啊 虽然心里这么想 但他还是很有礼貌的 双手抱拳行了一礼 陆师妹你放心 我们点到为止 我会尽量干脆利落 不让你受罪的 陆白威见词给他回了一礼 刘师兄放心 我也会尽量精准解决 不叫你过分疼痛 那位弟子抽了抽嘴角 行吧 场面话 他懂 出门在外 还是要给陆师妹一点面子的 于是 他没有反驳 从戒指里头 取出了自己的长剑 长剑一挥 做好准备 而这时 陆白威也不慌不忙地 从戒指里头 掏出了他的那把机枪 顺便还取了一袋子弹 挨个装了进去 这东西可太适合 做他的武器了 比剑用得顺手多了 还是小师妹聪明 不然他就要在比武台上挨揍了 很快 双方武器拿出 姿势摆好 比武即将开始 看到这有意思的一幕 无忧山上的那些 崩了心态的宗主 这会儿开始兴奋起来 终于有个人 可以让他们捅刀子了 就让他的痛苦 来缓解他们的悲伤吧 哎呀 展岳宗主 这不是你家的小辈陆白威吗 没想到啊 竟然对上了 你们展岳宗的弟子 怎么回事啊 展岳宗一旦有点事 元武宗第一个冲出来 落井下石 哦 我差点忘了 你家这个小辈 前坠写的清玄宗啊 不是展岳宗弟子 哟 这可不好办了 这无论哪个输了 展岳宗主都要难受吧 果不其然 他这风凉话一出 展岳宗主凝着的 眉头紧的 可以夹死路过的蚊子 于是元武宗主 继续疯狂输出 不过话说回来 展岳宗主觉得 谁会赢啊 谁输谁赢 那都是他们自己的本事 我没有什么可希望的 展岳宗主不服气地反驳道 换句话说 他们两个对战 总有一个会赢 能赢我就开心 被展岳宗这一对 元武宗主冷笑了一声 那希望一会儿 你还笑得出来 我肯定笑啊 白威身上灵气那么多 他要是输了 赚的是我展岳宗 他若不输 他稳战前八 我怎么就笑不出来 无论结果如何 我家这肥水 永远流不到 你这外人的田里 这么一听 元武宗主不笑了 陆白威没什么战斗力 谁遇到他不是邪传啊 他忽然觉得 这还不如让元武宗弟子遇上呢 我倒是对你家小辈手里 那法宝很感兴趣 我想看看 他能不能再造点奇迹 云阳宗主笑道 别说他了 其他人也想看呢 清玄宗前坠开头的弟子 至今就没输过 若是这一次陆白威输了 也算开了个好头 大家喜闻乐见 这奇迹可不好创造 之前他对上的 虽然也是炼虚七弟子 但那是毕心宗的弟子 不擅长战斗 可斩阅宗弟子不一样 他可是实打实的剑修 风行宗主道 大家此刻都一脸期待 就等着陆白威翻车了 很快 比武前的准备时间结束 东的一声钟响 比武正式开始 陆白威在第一时间铺了加持场 加了自己所有的属性 同时降了对方的全属性 双方脚下的圈 一个亮堂堂 一个灰扑扑 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不仅如此 陆白威还往自己身上 贴了两张加速符 那是他能驾驭的最快速度 第一时间 斩阅宗的弟子 持剑上前 朝着陆白威发起进攻 而陆白威则迅速地后退 拉开了彼此的身位 让他跟自己 始终保持比较远的距离 就在他加速冲刺 往前逃跑的时候 他一个跳跃 同时转回身去 抬起了手中的机枪 砰的一枪 朝着斩阅宗的弟子 打了过去 斩阅宗的弟子 没见过这样的法宝 但是在第一时间 觉察到了危险 他赶紧提起手中的剑去抵挡 轰的一声响 当陆白威的子弹 在他的剑上炸开的时候 一股强大的力量随之爆炸 那股力量的强大程度 堪比合体气 虽然没有直接炸到他的身上 但距离实在太近 他还是被余力冲击的气血翻涌 整个人被逼得后退了几步 他猛地抬起头来 看向陆白威 这才意识到 他手中的法宝有多可怕 要是刚刚他打出来的东西 碰到自己的身体 他现在已经被炸成碎片了 怪不得他说尽量不让他痛苦 他是真的有可能做到的 那一刻 他心头一紧 迅速地改变改变策略 不再直接穷追猛打 而是抬起手中的剑 拧起一个法掘 利用远程火系法术去攻击他 眼看着一团团火 朝着自己飞速袭来 陆白威脚下生风 敏捷地躲避着密密麻麻的火球 展岳宗的弟子站到了优势 他面上一喜 赶紧乘胜追击 直接将他最强的火系法术拿出来 他捏法掘的手势一遍 成了一团 变成了一个强大且体积非常庞大的火球 足以覆盖陆白威 以及他上下左右五步的距离 可以说是 不再给他任何躲避的机会 眼看着这火球 朝着陆白威飞了过去 无忧山上的人 不忧自主地提了一口气 把心悬了起来 成败在此一举 如果陆白威这次没撑过去 他就输了 如果他撑过去了 后面展岳宗弟子 就不好打了 输吧 小小化身 怎么可能躲得过 比自己高一整个境界的练须的这一击 有强大的压迫感 让低修为的人难以逃脱的 就结束在这一刻吧 清玄宗的溃败 从这个没什么战斗力 全靠一个法宝在手的陆白威开始 就在无忧山上 许多人内心紧张地期许着的时候 无忧树上秘境里头 看着陆白威比武的八人小分队 也跟着紧张起来 修为悬殊太大 这要躲不过去了 段星和自己比武 都没有看他比武紧张 陆白威全靠那把武器 就像是走钢丝似的 只要给人抓住一点破绽就完了 因为他自身的实力 根本不足以应对 这样强度的对手 清玄宗众人也很紧张 但他们一个个目光紧紧地盯着 没有出声 武师妹的长处不在这里 让他全靠一把武器 一次又一次地越界战斗 这也太为难他了 可即便如此 他们还是希望武师妹能赢 无忧山上的一个角落里头 那一时刻 黑龙也紧张得不行 不会吧 不会吧 咱清玄宗的连胜 不会就这么断了吧 当初用这些手段 连我都差点给炸死 小小练须 不至于弄不死吧 就在这所有人都 秉息宁神等待的这一刻 那团火球砸向了陆白威 而陆白威这一次 竟然没有选择闪躲 而是毫不犹豫地 举起了他的机枪 对着那团硕大的火球 精准地开了一枪 他竟然要正面硬冲 让这两个力量 在半途之中炸开 轰的一声巨响 火球和子弹对撞之后 两个力量叠加在一块 造成了一个更强的爆炸 在彼此之间爆开 巨大的力量 全方位地往外冲击 无论是陆白威 还是展跃宗的弟子 都被这力量给冲到了 那展跃宗的弟子 没想到陆白威 竟然这么大胆 不躲而是正面硬刚 让两个力量对撞 他难道不知道 以他那化神器的小身板 无论是火球的力量 还是法宝的力量 他都顶不住吗 更何况 现在是两者叠加 他迅速地后撤 同时双掌凝结起一个 灵器保护罩 撑在自己的面前 砰的一声 爆炸的力量 大口血喷了出来 重重地摔落在地上 好痛 但好在没有死 他都被冲成这样 陆白威肯定被冲死了 只要他不死 他就赢了 他不能输给一个化神 就算是陆师妹也不行 那么多人看着 他不能给展跃宗丢面 持着这个信念 他撑起身体 从地上爬起来 可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云端比武台的比武 竟然迟迟没有结束 难道陆白威没有死吗 他竟然撑过去了 他这个念头一出 心底一阵慌乱 他难不成还有别的法宝 他迅速地站起来 朝着还未完全消弭的火光看过去 在灼灼燃烧的火焰里 他竟然没有看到陆白威的身影 就在这时 他忽然感觉到危险来临 他猛地回过头去 看到陆白威 竟然不知何时站在了他的身后 那一刻 他浑身血液一紧 心慌不已 他怎么会 陆白威挂了血珠的唇角勾起一笑 他的笑容自信又灿烂 很是抢眼 刘师兄 这一战结束了 三枪之内 我必能赢 花音落下 砰的一声响 第一枪打出 他虽然受伤 但还可以勉强躲避 只被余力击伤了小腿 但很快 他调整身位和距离 又对着他开了一枪 这一次他没能躲过 但好在只打中了他的手臂 好消息是 没有集中要害 坏消息是 他的手臂没了 就在这时 他赶紧召唤出自己的灵兽 可灵兽还未出来 陆白威变一个跳跃 选择了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 又一枪打了过去 砰 毫不意外地一击击中 炸穿了对手的心脏 陆白威他一个帅气的手腕翻转 收了手中的枪 看着倒下的对手 脸上露出了一抹微笑 明亮的眼眸里 透着自信的锋芒 阳光照在他的脸上 让他本就好看的容颜 更加耀眼 看到这一幕 无论是无忧山上 还是无忧树上的人 全都被惊艳到了 不熟悉他的人觉得 他的动作很犀利 他的笑容很美 熟悉他的人 内心会比之更震撼 因为从前的陆白威 有多少人修炼的加持场 再加 他是长辈眼中 最不争气的那个 出门 他是看起来 像是拖后腿的那个 但今天 他用一场漂亮的越街战斗 改写了所有人对他的印象 即便他用了法宝 可但凡见到的人都知道 这个法宝 根本没有那么容易使用 他对走位和精准度 以及他的威力 掌控要求极高 与其说是法宝 不如说是他的武器 他最拿手最适合的武器 赢了 武士姐赢了 他赢得好漂亮啊 叶玲珑第一个激动地喊出来 他还记得当初 第一次跟武士姐 去遮云城的时候 他甚至都弄不清楚 该怎么用加持场战斗 可是如今 他已经能独自战斗了 他克服了自己最薄弱的点 连赢两场 还是越街获胜 这不厉害吗 这可太厉害了 是啊 武师妹长大了 就算我们不在他身边 他自己 也能赢得很漂亮了 于红兰微笑着感叹道 我还记得 他刚入门的时候 每天最喜欢问的一句就是 学不好会不会被逐出宗门 顾凌渊笑道 这是我记得 当时大师兄一脸的无奈 师父不管 他又不凶 武师妹怎么天天担心被赶走啊 回忆当初 杨锦舟也笑了 原来武师姐 还有这一段过去啊 继子卓金道 我来的时候 他已经在自信散财了 虽然武师姐很厉害 但我还是不太明白 他到底是怎么躲过那一团大火球 瞬间转移了位置的 宁明城真诚发问 六师兄别急啊 一会儿他回来你问他 他肯定很乐意告诉你 叶玲珑笑道 这一看就知道 小师妹已经看穿了门道 武师姐自己来解答 让他转够赞扬和鼓励 不得不说 陆师妹这枪法是真的厉害 段星河感叹道 看着很容易 但经历过小妹的枪法之后 我能切身感受到他 段星河忽然停住了 因为叶玲珑的眼刀已经杀了过来 我的枪法怎么了 不准吗 最后三枪那一枪 没中那条大兵蛇呀 怎么说呢 重视都中了 但他瞄的是自己啊 我 你就是故意踩我 太过分了 段星河一震 看到叶玲珑这样顿时手足无措 我没有 小妹你别生气 很生气 你能不能 不能 对不起 这时 边上的宁明成 一脸淡定地转过头来 别解释了 没用 没用我也不能放任他生气啊 是我失言 你确实是失言了 宁明成贼兮兮地笑道 不过并不是因为你的言语重伤了他 而是你让他抓到了论你的机会 别废话了 给好处吧 宁明成说完 叶玲珑一脸平静地凑了过来 大哥 过来人的话你要听 说完之后 他又回到原位 恢复了刚刚皱起眉头生气的模样 段星河愣了几秒钟 然后赶紧低头从戒指里掏东西 小妹 这里有一袋零食 一箱零药 一盒珠子 我给你赔礼道歉 你别生气了 叶玲珑顺手接过 毫不犹豫地全部塞进了戒指里头 大哥 你现在知道 为什么我家师兄不对我了吧 懂了 他以为的不对 师兄们疼爱小师妹 实际上的不对 对了荷包要出大血 段星河点了个头 半赏之后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样的气氛 他只在清玄宗见过 笑着笑着 忽然就酸了 彼时 无忧山上 展岳宗主正慈爱地 看着自家小辈 心中无限感慨 虽然陆白威名字前面 挂的是清玄宗不是展岳宗 但他私心是希望陆白威能赢的 这孩子 虽然天天不着急 但他真的进步好大 这清玄宗虽没个宗门样子 但养出来的孩子 没有一个是差的 没想到啊 展岳宗输给了自家人 陆白威赢了 大多数宗主是不高兴的 所以就有人自己不高兴了 也要阴阳几句药 别人也不高兴 比如这一次 跟展岳宗结仇最深的远武宗 展岳宗主反应也很快 白威前缀写的是清玄宗 两个不同的宗门 怎么算得上是自家人 远武宗主气归气 可别气糊涂了 我有什么可气的 输的又不是我远武宗的 他冷笑一声 要换做我家的 还未必会输呢 最关键的那一团火球 竟然让一个化神器的陆白威给躲了 这多少有点说不过去 该不会 远武宗主拉长了尾音 故意道 是展岳宗主 希望自家小辈赢 所以 即便是牺牲自家弟子 也在所不惜吧 你什么意思 展岳宗主 眉头皱了起来 音调一下子就拔高了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以陆白威的修为 他不可能躲得过 可他躲过去了 为什么呢 大概是因为 展岳宗弟子 不敢得罪这位受尽宠爱的大小姐吧 远武宗主看展岳宗主急了 他越说越得意 真是一场好戏啊 赢得也不真是靠自己赢 有意思 你少在这里血口喷热 我没血口喷热啊 我就是提出一个猜测 你觉得不对 你不信就是了 远武宗主得意的不得了 你 眼看着他俩在争吵 其他宗主只看个热闹 没人说话 就连最爱霍西尼的云阳宗主 也没出来打个圆场 看样子 除了展岳宗主自己 其他人都默认了这个答案 想扶植自家血脉 也不是不能理解 就是可怜了那展岳宗的弟子 只能将自己的努力拱手让人 不过 别人家的事 他们也懒得管 看个热闹罢了 也就是远武宗主气愤展岳宗主 在秘境开启之前 在所有人面前 折了远武宗的面子 所以才一抓住机会 就落井下石 看到其他人的沉默 展岳宗主更生气了 他气这些老匹夫 自己看不明白 就归咎于阴谋算计 他们这不仅是在冤枉白威 也是在侮辱他 侮辱整个展岳宗啊 可现在他说什么 也没有用 他们本就不信 说多了 他们更会觉得 自己是在强行狡辩 所以他只能强忍着一口气坐下 不再说话 无忧树上秘境里 结束了战斗的陆白威 回到了秘境之内 他刚落地 就听到震耳欲聋的掌声 在身边响起 陆白威愣了一下 然后骄傲地扬起脑袋 我赢了 我没给清玄宗丢人 有武师姐是清玄宗的荣幸 赢不赢都不丢人 虽说如此 可他赢了 化神战恋虚赢了 不仅赢了 赢得还很漂亮 这话一出 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雷鸣般响起 气氛一下子拉满 陆白威高兴得快要疯掉了 他激动地往自己戒指里头掏东西 每一个赞美都值得送点零食 每一个掌声都应该有所回报 于是 他给大家发了一圈零食 就连段星河都拿到了一袋 他看着手里的零食呆呆地 看向陆白威 虽不多 但吉利 你得收 还能这样 段星河一脸震惊 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这清玄宗人人皆是天才 但天才各不相同 有爱坑钱 啊不 有爱收钱的 也有爱散财的 等一下 这个爱收钱的 碰上爱散财的 段星河转过头去 只见陆白威偷偷摸摸地 给叶玲珑又多塞了一袋零食 他俩是真的好爱 而且是何时何地的偏爱 谢谢大家的鼓励 我日后会更加努力的 这武器也太适合我了 以后我就靠他行走天下了 这时段星河想起了自己的问题 你是怎么躲过那团大火球的 陆白威一听 他那骄傲的小脑袋 这会儿扬得更高了 靠这个 说完 他从戒指里头掏出了一叠符纸 看到这叠符纸 明明成第一个跳了起来 保命符 小师妹其他的符纸未必认得 但这个 他绝不会忘 当初在青云州的时候 他差点就成了牺牲品 急死个人了 小师妹是真的爱发明 但发明也是真的坑 大多数坑别人 偶尔也坑自己 对 我撕了一张保命符 陆白威笑道 可是保命符这个东西 他很随机 你就不怕当时撕了不生效 明明成激动道 不怕 这个 是小师妹专程给我做的 这里头加入了我的血 跟之前那些门派用的 气血滋养的保命符差不多 基本不会失败 还有这种好事 而且 五师姐不是有一张 他有一叠 小师妹 那我能不能 不能 叶玲珑直接拒绝了 为什么 你出不起那个钱 明明成坐下来 安静了 这时 边上的断心和 幸灾乐祸地 戳了戳宁明成 我家小妹给你们符纸 还要收钱呢 她给我的都不要钱 你在得意什么 宁明成比夷地看了她一眼 小师妹说 我出不起那个钱 并不是说她会收我钱 而是这符纸的造价 我出不起 就像那把枪一样 虽然不知道小师妹 是怎么造的 但当初那些门派弟子的保命符 每个人只有一张 而且还要用气血养好多年 小师妹直接给了五师姐一叠 这造法肯定不一样 所以造价贵 那不是开玩笑的 断心和一愣 很贵 当然贵 全宗门只有小师妹 和五师妹用得起 能不贵 罢了 我又不是不能打 凭我自己的实力战斗 压根不用花钱 而且我这人有个绝招 宁明成话 还没说完 人没了 断心和听得正入神 愣住了 彼时 大家还在听陆白威 讲述他的胜利 没人注意到 宁明成人没了 我想清楚了 虽然我战斗力不强 但是我可以用其他的东西 来弥补这方面的差距 除了武器 还有符纸 以及其他各种法宝 当然 除了这些外武 我也会在未来 努力地提升自己 小师妹给我那 本家市场的九层法掘 修炼门槛试炼虚 我马上就可以了 到时候 我甚至有机会 不用借助外武来战斗 我那么大的六师弟呢 这时其他人 才猛然回过头去 这一回头才发现 宁明成人没了 于是大家的目光 放到边上的断心和身上 他立即举起了自己的手 天地作证 日月可见 我没杀他 你直接说 他被抓去比武就行了 倒也不必如此 这时 大家的目光 迅速地转到 云端比武台的虚影之上 果不其然 他们在那里看见了 已打坐姿势出现的宁明成 很好 人没丢 老六 别丢人 于是短暂的会谈 迅速终结 所有人都认真的 看向云端比武台 比武台上的 宁明成的修为 是炼虚中期 而他的对手修为 则是一个赤炎宗的炼虚后期 竟然是他 宁兄弟这一战 可不好打 我这位师弟 是一个非常擅长 越阶战斗的天才 修为虽然没到合体 但他在炼虚中期的时候 就能越阶打败合体 好个宗门的合体 七弟子 都曾败在他手下 如今他已经是炼虚后期 只怕更强 断星河道 连断星河都说强的 那就是真的强 这下子 清玄宗众人看向云端 比武台的目光 都更认真了 五幽山上 看到打坐姿态的 宁明成出现 原本各怀心思 内斗正欢的宗主们 又一次被戳了心窝子 清玄宗的所有人 是真的一直在修炼啊 真的很过分 不过 看到他的对手 转机一下子来了 好几个宗主的脸上 已经露出了兴奋的神色 这个赤炎宗的弟子 在七大宗门中间 非常的有名 他是最有机会 成为赤炎宗 下一任三百岁以内 清传的弟子 因为他的天赋真的很高 曾在之前的比武上 展露出非常惊人的战斗力 宁明成 被抓到比武台上来的时候 人还有点猛 那么大哥断心河 忽然在他面前 说消失就消失了 他甚至还愣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原来消失的人是自己 自己又被抓到比武台上来了 他坐在原地 转过头去看眼前的对手 只见他面色冷肃 手里的长枪已经准备好 强大的锋芒 在枪尖上绽放出来 一看就知绝非凡品 对手只是一个练须后期 给他给人的压迫感 却堪比合体 他这是碰上硬查了呀 而且还是赤炎宗的硬查 断心河他的同伙 这要打不赢 他都能想象到 断心河会跑去找小师妹洗脑 看啊 你清玄宗师兄 被我们赤炎宗师弟暴打了 赶紧跑路 跟我一起去赤炎宗混吧 一想到这个 宁明城顿时就觉得 这一战不能输 输谁都不能输给赤炎宗 毕竟他看断心河不爽许久了 这要赢了 他回去必定在断心河面前 对脸狂吹 于是 宁明城精神抖擞地站了起来 斗志昂扬地拿出了自己的长剑 头顶上 一声钟响 比武正式开始 对面赤炎宗弟子 气势在瞬间爆发出来 手握着长枪一击重击 对着宁明城劈头盖脸的 就砸了下去 宁明城赶紧提剑去挡 这一击堪堡挡住 但对方很快就接着下一招 长枪一挑 力顶千斤 气势如虹 这一挑 硬生生地将宁明城给挑飞出去 同时 枪杆子还击中了宁明城的后背 给了他一击重击 宁明城直接飞出去 砸落到地上 胸口一阵气血翻涌 接着喉尖的血不可抑制地溢了出来 顺着他好看的下巴不停地往下流 看到这一幕 秘境里头的清玄宗众人 一口气提起到了嗓子眼上 之前断星河说对手强 但没想到 对手竟然这么强 一上来 直接就把宁明城给击伤了 倒也不必太过在意 输在我师弟手下的人不守 而且他修为还没我师弟高 确实吃亏一些 断星河感觉到气氛不太对 下意识地尝试去安慰一下大家 但他不太会说话 似乎没有安慰到一点 大哥输在你师弟手下的人确实挺多 但我六师兄肯定不会是其中一个 叶玲珑道 对手确实很强 但我六师兄也不弱 他能抗下第一下 就能抗好多下 挨打 我六师兄是专业的 祭子卓也赶紧出来 给宁明城撑气势 外人也许都在唱衰宁明城 但他们不会 他们会相信他 谁还不是个天才了 论天赋 他们走到今天 还真的没许过任何人 毕竟被他们那倒霉师父选中的 绝不可能差 另一边 无忧山上 看到宁明城开场 就被打趴下的各位宗主们 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是亮闪闪的那种亮 远武宗主甚至在第一时间 激动地叫了声号 边上的赤岩宗主 虽然还端着架子 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 但眼底的得意 还是出卖了他此刻的心思 而其他的宗主 则是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 这清玄宗的不败记录 终于是要被打破了 这口气松完 他们又觉得这 似乎有点可笑 一个冒充清玄宗的小小宗门 竟然能给七大宗门 造成那么大的心理压力 这从未有过 且也未免也太丢人了 我就说了 没有一个宗门不会说 七大宗门都做不到的事 他小小一个清玄宗 凭什么 没道理的呀 远武宗主笑道 看 转机这不就来了 赤岩宗这弟子 确实天赋很强 就连端着架子 鲜少说话的天定宗主 也忍不住夸赞了一句 所以说 这还是有来有回的比武 最是有趣 看到这个 大家的精神头 一下子就起来了 云阳宗主笑道 就在这时 宁明城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用剑撑住身体 快速地从戒指里 摸出几枚丹药 吞入口中 就在他起来的这点时间里 对手已经再度强势攻来 长枪气势排山倒海 强势又强大地 想要在这一招 结束所有的战斗 就在他的长枪 再次朝着宁明城的脑袋 披下来的时候 宁明城一个挪布 迅速地躲闪开来 那一刻 赤严宗的弟子 唇角勾起了一抹冷笑 追着宁明城的步伐 再次发起进攻 节奏快地 不给他一点喘息的机会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 宁明城已经往边上躲闪 并且看起来 像是要转身逃开了 可忽然他一个回头 一步退后 错开了对手的长枪 与此同时 一剑朝着对手猛刺了过去 赤严宗的弟子没料到 他在已经这么狼狈逃窜的时候 竟然还敢回头 对他发起攻击 所以在回枪来抵挡的时候 已经慢了一步 但他身体在那一刻 做出了迅速的反应 往边上一偏 这一偏 他没被刺中肩膀 剑从他的手臂处滑了过去 滑伤了他的手臂 煞时间 他的手臂被滑破 衣服破了个口子 鲜红的血从伤口中涌了出来 流到了口子外面 看到这一幕 秘境里头清玄宗的弟子们 几乎要欢呼起来 就说六师兄 没有那么容易会被打败的 他连合体都能站 区区练须后期 再强也不慌 划修员选中的人 不可能耸 而此时的段星河 也被宁明成这 出其不意的反击给愣住了 虽然没有给对手 造成什么多大的伤害 划了一件 也不过就是点皮肉伤 可重点是 他并没有因为开局 就被强势击伤的气势给压住 反而在经历着 强大的压迫之后 马上进行了反击 在对手强大的气势面前 他的目光很坚定 一点不虚 完全不耸 换言之 开局虽然大失利 可他依旧相信自己 说明对方并没有给他一种 强大到不可能战胜的感觉 那就是真的能打 而此时 无忧山上 那些宗主看到这一幕 笑容淡了一些 怎么开局都被震慑成这样了 他还能做出反击的 此时此刻 他眼里不但没有一点颓色 甚至还有光 差距终究还是很大 赤炎宗弟子击伤他的时候 那可是内伤 他反击的结果 不过是点皮外伤 没准比武还没结束 伤口就愈合了 局势不会逆转 打不赢就是打不赢 远武宗主道 其他宗主认同地点了点头 确实 这耍了点小心思的 小小的反击效果不大 不必担忧 虽然赤炎宗主也很认同 但他此刻比其他的宗主 要更紧张一些 因为赤炎宗弟子 对上清玄宗弟子 未尝一圣 他虽然相信自家的弟子 但赤炎宗真的太需要 这一次胜利来挽回颜面了 他不想看什么 打得有来有回 双方旗鼓相当 他只想要稳稳地迎下 所以 此刻他的嘴唇绷得很紧 眉头也一直未曾松开 赤炎宗的脸面 可就在你身上了 速战速决吧 他回过身退后一步 看了一眼自己的这点皮外伤 冷笑了一声 非常不鲜 你不服 不服 那就打到你服 可你没这本事 比起宁明城眼中的坚定 赤炎宗弟子的眼底 则全是狂妄 顺着这狂妄 他再度起势 抬起手中的枪 便对着宁明城 又是一阵猛攻 这一次 宁明城正面接了他的进攻 两人打得十分激烈 剑和枪对撞的声音 里头带着强大的暴躁的力量 在所有人耳边放肆作响 即便是相隔遥远 但只要看见了 听见了的人都能感受到 这力量的震撼 赤炎宗弟子 一贯以来就霸道和强势 所以他出招暴力 大家并不奇怪 可一开始出招并不凶狠 反倒有些温和的宁明城 在跟他不停对战的过程之中 他的气势也渐渐地暴躁了起来 赤炎宗弟子快 他也跟着快 赤炎宗弟子用猛力 他也跟着狠狠地砸下去 赤炎宗弟子枪尖上火光耀眼 宁明城的剑尖上 也环绕了一层火焰 火焰叫嚣着想要坟灭对方 两人你来我往针锋相对 相互不让 看的人那叫一个心潮澎湃 热血沸腾 心脏跟着他们的狂躁对战一起 渐渐地暴躁起来 无忧树上秘境之内 清玄宗的弟子 看到宁明城对战的气势不断攀升 打得完全都不像是平常那个随遇而安 脾气随和 性情随意好相处的他了 那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宁明城 暴躁 强势 凶狠 寸步不让 我就说六师兄是火系修炼者 不可能永远脾气随和好欺负的 继子卓激动到 这才是一个火系修炼者该有的脾气 别说六师兄还藏得挺深 谁说不是呢 其他人也好惊讶 他们是真的没见过宁明城这一面 尤其是前不久 他还跳了一支十分妖娃的舞 跳完还算错挂 身边有妖魔 精神状态也堪忧 最感慨的当属于断星河了 他看得出宁明城不服气 但没想到他的不服气 是真的顶住了这一口气 打得这么漂亮 这还是之前那个 成天到处让让他断星河 嫉妒自己的剑嗖嗖的宁明城吗 不但剑嗖嗖 且耍完嘴皮子还拔腿就溜 他藏得可真深啊 无忧山上 不仅战局紧张 观看对战的人也非常的紧张 气氛一紧 连带着呼吸都跟着紧了 这赤炎宗弟子 隐藏的暴力一样 让他的气势不停地往上走 但与之相反 赤炎宗弟子一开始的气势有多高 现在就还是差不多高 虽然比之前高了一些 但比不上宁明城一路走高这么明显 这战局陷入胶着了 不过赤炎宗的弟子还是强势的 应该能拿下吧 风行宗主开始不确定起来 肯定能拿下 没看到清玄宗那个 每次都只能划破点皮 而赤炎宗弟子 每次都能精准造成更重的击伤 元武宗主道 确实 虽然两人打得激烈 但每次宁明城有机会击伤对手的时候 总是滑破外皮 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重击 反倒是赤炎宗弟子这一边 每次击伤不是击中胸口 就是戳伤几倍 最重的那一刀 他甚至捅进了宁明城的肚子里头 要不是清玄宗这弟子扛揍 他现在早就该倒下了 但话说回来 他这也太扛揍了吧 此刻赤炎宗主的手指 放在身边的桌面上 上好的灵域雕刻的桌面 硬生生地被他的指甲 怎么还没结束 这伤那伤 血都流了一地 也该倒下了吧 虽说如此 可你们没有发现吗 刚输了一场比武 又被冤枉了的展阅宗主 立即积极地站出来 戳他们的心窝子 第一招的时候 赤炎宗弟子 是以绝对强势碾压了清玄宗弟子的 可打了那么多招之后 他之前的碾压之势 完全没有了 现如今已经变成了势均力敌 说到这里 他甚至嚣张地笑了起来 继续往他们伤口上撒烟 在赤炎宗弟子最优势的时候都没能赢 现在打成了军事 他凭什么就能赢 凭对方伤多 伤多 但你看影响他对战吗 这话一出 宗主们一下子都沉默了 赤炎宗主那张灵狱之城的桌子 硬生生地被他抠下了一个脚 你少在这里长他人志气 元武宗主最不爽他了 不然呢 难道长你的气势 展阅宗主笑道 放轻松点 该输得拦不住 展阅宗主 赤炎宗主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倒也不必这么积极地唱衰 我赤炎宗 若是我们赢了呢 展阅宗主双手一摊 笑得那叫一个无所谓 赢了就赢了 清玄宗和赤炎宗打架 关我展阅宗什么事 好贱的糟老头 关你屁事 你这么多嘴 就在赤炎宗和元武宗 难得站在一块 准备对死他的时候 忽然间 比武台上传来了剧烈的动静 所有人放下争吵 转头看过去 然后琪琪瞪大了双眼 一口气卡在了喉间 只见双方在对拼超过一个时辰之后 忽然一个转折 比武台上燃起了遍地的大火 这两人都是火系修炼者 之前是枪和剑的对拼 终于到他们要使用法掘的时候了吗 仔细地观察过去 之间比武台上的火虽然相似 但并不完全相同 不仅不同 而且仔细看 还能看到这火也在对拼 你稍过来一点 我稍回去一些 双方的气势不相上下 但刚刚他们三个宗主在吵架 没有注意到 这一地的火 到底是谁发起的进攻 这是 谁先发起的火 展岳宗主问道 应该是同时发起的 云阳宗主答道 同时 幻元武宗主也愣了一下 这还能同时 他俩也不是什么兄弟啊 能这么默契 是同时 天定宗主道 就在这时 比武台上的两人 又同一时间 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 默契的像是相处了 十多年的同门似的 还真的是同时 难不成他们都在第一时间 洞悉了对方的想法吗 这时 不同的法觉 在两人的指尖各自捏起 但又是在同一时间完成 且发动了进攻 很快 一条气势强盛的火龙 骤然出现 且在极短的时间内 朝着宁明城奔冲而去 仿佛要吞灭他一般 与此同时 赤岩宗弟子身上 忽然烧起了火 准确地说 是他之前 每一个被划伤的位置 都在被烈火灼烧 虽然赤岩宗弟子 伤口上的小火 比不上他打出去的 那条火龙那样 气吞山河 但架不住这小火多啊 前面大量地对战下来 他虽然没有哪一处 伤及要害 可此时处处都在被灼烧 而且还是往伤口里头 疯狂地钻进灼烧 眨眼的功夫 就成了一个火人 而就在这煞事之间 他的火龙 已经强势冲到了 宁明城的面前 若宁明城再不闪躲 他就要被这火龙 冲进胸膛里 冲碎他的心脏了 可若是他闪躲了 等同于放弃 正在施加更多灵力的法觉 此刻 选择给到了他的身上 那短短的一刹那间 等着他做决定的所有人 一口气提到了嗓子眼上 他们有一种感觉 宁明城这一次不会躲 他似乎不想再进行 你来我往的回合了 他要结束这一次战斗的决心 比他的对手要更强 果不其然 宁明城没有躲 他只是将身体微微一偏 让这条火龙冲击的位置 偏离心脏一点点 就那么一点点 轰的一声巨响 在他身上爆开 他被整一条火龙 给冲飞了出去 整个人一大口血喷出来 然后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胸口处被冲出了一个巨大的血洞 伤口处还有火焰在燃烧 这一次倒地的他 在地上彻底不能动弹了 看到这一幕 隐忍了许久的赤岩宗主 终于忍不住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放下了心头的紧张和担忧 这时 圆武宗主直接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好 打得漂亮 说完 他还专程转头看向展岳宗主 看到他脸上没多少表情 甚至还有点隐隐的笑意 毕竟清玄宗的不败神话 可终于被打破了 七大宗门没人不高兴 看到展岳宗主没有很气愤 圆武宗主便觉得不得劲 他将目光挪到了清玄宗那两个人的身上 尤其是那个穿着黑衣服 杂杂呼呼的少年 什么连胜 什么不败神话 在七大宗门面前全都是笑话 说完之后 其他宗主虽然没有开口 但都认同且满意地点了点头 心情一下子放松了许多 然而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砰的一道杂地声响从云端比武台上传来 原本站着的赤岩宗弟子 忽然就倒下来了 怎么会 赤岩宗主终于按捺不住站了起来 而此时所有人脸上刚浮起的笑容 在瞬间全部都转移到了黑龙的脸上 这时所有人都才发现 渗入他所有伤口的火焰竟然是带着火毒的 他身上无数的伤口都在烧着 火不大 但有火的地方全部焦黑 而且那种黑 还是往每一处伤口里头深钻的 他们看不到 但似乎这样的深钻 已经遍布了他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要害 将他整个身体全都给掌控了 就在这时 那赤岩宗的弟子身体消失了 东的一声钟响 比武结束 清玄宗弟子上流在云端比武台 他赢了 他竟然赢了 他凭什么赢啊 他明明这时大家转眼看去 只见宁明城还趴在比武上 他是真的失去了战斗力 可是他的心脏并没有击碎 他还吊着一口气 他甚至还吃了一枚灵丹 让自己吊着的时间长一点 即便下一秒他就会死 但那不重要 因为对手先死 他就赢了 争的就是那么几秒时间 他争赢了 他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竟然没能对他造成迅速击杀 元武宗主惋惜且不爽 虽然胜了 但也是险胜 就差那么一点运气 结果就不一样了 风行宗主也很失望 都到这份上了 清玄宗怎么还没输 真的是险胜吗 我倒不这么觉得 云阳宗主笑了 他一笑 天定宗主和赤岩宗主 脸色一下子都更不好看了 他们两个实力更强一些的 已经看出了关键所在 从实力上来看 赤岩宗的弟子 是略胜清玄宗弟子一筹的 但差距并不很大 不足以造成单方面的完全碾压 但是从实战经验上来说 清玄宗的弟子完胜 他能在自己伤得更重的情况下 不断地靠身位和招式 持续他的气势 宁可受点伤 也不结束攻势 转为防守 包括最后 他对自己和对方的承受能力的计算 也达到了很精准的程度 所以 并不是什么险胜 一切都守他的预料之中 这弟子是真的敢打敢拼 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云阳宗主这一番话出来 其他宗主都没有反驳 因为他说的是对的 不是运气 不是险胜 是他对伤害和承受 进行了精准的计算 才完成了这一次大逆转 他们不说话了 对面黑龙就来劲了 十连胜 我方清玄宗弟子 喜提十连胜 哎呀 七大宗们是怎么回事啊 一直不赢 是不想赢吗 这就客气了 虽然我们出来乍到 但你们也不用这么给面子 我保证 未来上修仙界的格局 仍然是七大宗们 我们清玄宗 绝不会跻身你们的行列 毕竟你们对上清玄宗 这零胜率的战绩 属实不配 我们得站在你们头顶 各位宗主大人有大量 我出来乍到说话 可能不好听 你们不要跟我计较 毕竟我只是实话实说 黑龙这一番嘲讽下来 气得对面的人 几乎要跳起来 但如果就凭这几句挑唆 他们就出手对付黑龙 那也太丢面子了 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宗主 岂能跟着打嘴炮的黄口小而叫真 主要是 若一掌能打死叫真也就算了 关键他这实力 他们认谁都一掌打不死 打不死 在无忧山上大打出手 那多难看 更何况 七大宗门对上清玄宗一场 没赢是事实啊 因为这是出手 本就不占领 他不要脸 他们还要的 就在他们好几个深呼吸 准备咽下这口气的时候 他边上 那个不是睡觉 就是睡觉的人开口了 叶清玄一脸嫌弃地看着黑龙 没尝识 就多听多看多读书 清玄宗本就是上修仙界第一宗门 七大宗门 有什么资格跟清玄并练 他们不过是 以为自己忘了 便不存在了 这话一出 七大宗门宗主顿时更气了 但气人的话还没骂出来 他们的心底忽然咯噔了一下 一个可怕的念头 从他们心底冒了出来 不会吧 这几个连师父长老都没有的 打着清玄宗名后 招摇撞骗的人 不会真的是 当年那个清玄宗的弟子吧 但转念一想 又似乎不太可能 别的不说 陆白威刚从下修仙界上来 就被斩月宗主 接入斩月宗 还办了宴的 他哪里来的机会 加入清玄宗 而且 听闻这里头好几个弟子 还在天灵域进过门派 考过天灵府的 一切的诡计 都说明 他们是从下修仙界上来的修士 怎么可能是从清玄宗出来的 清玄宗当年 可是在上修仙界之罢的 自我分析一通之后 大家的脸色又好了一些 不是真的清玄宗那边最好 若真的是清玄宗的弟子 他们如今重归大家的视野 只怕会改变如今的格局 将这稳定了许多年的上修仙界 搅得天翻地覆 那后果不敢想 叶清玄训斥完黑龙之后 重新闭上了眼睛 仿佛对外面发生的一切都不关心似的 睡得很舒服 无忧树上秘境之内 宁明城回来的时候 在比武台上造成的创伤 已经完全复原 他刚重新出现 就立即听到边上传来的热烈掌声 恭喜六师弟六师兄 谬赞谬赞 不算谬赞 确实打得漂亮 面对大家的表扬 宁明城没有感到骄傲 反而是这没停下的掌声 让他有些心慌 你们不必如此 拍得再想 我也没有发红包的习惯 你们省点力气吧 我会坚决抵制五师姐带来的歪风邪气 请客间 所有的掌声停了 老六 还是那个臭不要脸的老六 完全没有比武台上 那暴躁凶狠强横的火系修炼者气势 简单的庆祝结束 大家重新投入到修炼之中 很快又一天过去了 倒数第五天的时候 云端比武台又抓走了他们中间的人 这一次抓的是继子卓 比起宁明城 他的运气要好不少 虽然给他匹配的 也是一个炼虚后期的弟子 但这个炼虚后期 跟那个赤炎宗的炼虚后期 不是一个档次的 再加上他向来好战 战斗力一直很强 没有很大意外 就拿下了比武的胜利 收工回到了秘境之中 继子卓被抓走之后不久 杨景周被抓走了 修为达到了炼虚中期的杨景周 匹配到的 也是一个炼虚后期 和继子卓一样 没什么意外 轻松获胜了 在倒数第五天结束的时候 轮到顾灵渊被抓走 他刚到比武台上 断星河在看到他的对手 是个云阳宗合体七弟子的时候 他便道 不用看了 顾兄弟必赢 他这次的对手 还不如上次那个厉害 这个顶多就是灵气之高了点 于是 大家安心地继续修炼 以至于顾灵渊速战速决回来的时候 原地还静悄悄的 时间一会儿过 时间来到倒数第四天 终于轮到余红兰被抓走 他匹配到的是 风行宗合体七的弟子 那时 大家只看了一眼 发现不是清传之后 都没等断星河给他们介绍对手的实力 就全都闭上了眼睛 继续修炼 断星河刚要开口介绍 发现大家已经重新回到修炼状态 他张开的嘴巴又默默地闭上了 这毫无悬念的比武 连他们都知道 至此 清旋宗完成了十四连胜 战绩辉煌 无人能挡 仇吐了各宗主的头 和预料中的差不多 在同一天 断星河也被抓去比武了 对手虽然是合体七弟子 但跟断星河不在一个档次 他收工的速度 也没比其他人慢多少 至少算不上丢人 对此 断星河十分满意 等一下 什么时候他比武的标准 变成了不在清旋宗垫底了 他因为这个念头 发了好一会儿的怠 但最后 因为自己迟迟想不明白 而清旋宗弟子则一刻不停地在修炼 他干脆放弃思考 迅速进入修炼状态 大家都在努力 他绝不要垫底 时间一会儿过 倒数第四天也结束了 倒数第三天来临 众所周知 无忧数上秘境最后三天最为关键 因为最后一天 是十二级灵气兽出现的日子 而往前两天 则是所有天才弟子决战的日子 因为倒数第二第三天 还能被抓去比武的人 都没输过 强强对决 最是精彩 不仅是因为对决精彩 也因为这关乎着最终的排名 最后冲刺发力的时间到了 随着倒数第三天的时间到来 不仅是无忧数秘境里头的弟子们紧张 无忧山上的观众们更紧张 尤其是七大宗门更是紧张 各大宗门的清传弟子都还在 清旋宗的所有弟子也都还在 可这接下来的每一场 都有可能会落败一个清传弟子 这叫他们怎么不紧张 对上清旋宗弟子还好 若对上其他宗门的清传 那必定要败一个 这可不是一般的刺激 往年很刺激 最终对决的那一天来临时 八人小分队全部停止了修炼 因为大家无忧国里装的灵气 基本已经消耗完毕 于红蓝和段星河 这两个合体初期的修为 没有新的突破 刚在不久前 吸收了大量灵气 从炼虚初期突破到中期的宁明城 也还到不了下一个突破点 而早就到达化神后期的陆白威 则到了化神期往炼虚期的突破点 就差一次突破的尝试了 叶玲珑虽然刚突破化神后期十来天 但他在吸收灵气的过程中 又用了一株金红仙草 凭借着他成倍的修炼速度 以及他之前积累的多道夸张的灵气 他已经摸到了炼虚期的边缘 换言之 他也可以去寻找一个灵气浓郁的地方 尝试着冲击炼虚了 但无忧数上秘境之内引不来天雷 所以 他和陆白威都无法在这里头完成突破 虚得出去之后 挑一个好地方安心冲击炼虚 除了他们以外 其他人都成功地突破了一小个境界 杨锦舟和顾灵渊到达了炼虚后期 杰子卓也成功赶上了宁宁城的步伐 修为达到了炼虚中期 怪不得那么多人 拼死也要抢这无忧果 也怪不得他的价格 足以让很多人倾尽所有 也仍旧有很多人抢夺 这无忧数上的资源 是真的太优秀了 合体以下 但凡是资质不差的人 至少都能突破一小个境界 而叶玲珑这样灵气值排行第一 且又阔气地 用了两株金红仙草加速修炼的人 不仅突破了一个小境界 还摸到了下一个境界的门槛 顺便补足身上的丹药符纸 等等基础装备的时候 他们八个人的小队伍里头 第一个被抓去最终对决的人 出现了 小师妹小师妹 趁着我没被抓走 你快帮我看看 前面的我都琢磨透了 但这个关键点 实时想不清楚 假如我把减速用在这个位置 有没有办法 把他逼到这个位置上 叶玲珑看了一眼陆白威的图纸 还有他上面操作的一个小小加持场 认真的在上面画了个圈 这样设计不是最优 你可以这样 叶玲珑话还没说完 陆白威忽然身形一闪 消失在了他的眼前 下一秒 发现自己出现在云端比武台上的时候 陆白威他人还是猛的 不是吧 就差那么一句话的时间 也不让他听完吗 这很关键啊 会要命的 完了 完了 看到陆白威这表情和状态 就在大家不禁为他担心的时候 他深吸一口气站了起来 当他在抬头面向对手的时候 脸上已经露出了一抹自信的微笑 这转变突然却又很自然 让对方根本就没意识到 他刚刚慌张的状态 就连于红兰都忍不住感慨一句 武师妹是真的长大了呀 所以我武师姐一定能赢的 叶玲珑点头道 云端比武台上 陆白威看着他的对手 高了他整整一个大境界的 元武宗练须后期弟子 哎呀 怎么匹配到一个修为这么高的对手啊 足足大我一整个境界啊 只见对面元武宗的弟子 冷笑一声正要说话 陆白威却抢在了前头 不过 怎么好像在哪见过你啊 我想起来了 你不就是前阵子 被团灭了的李明山队伍里头的 其中一个大冤种吗 那元武宗弟子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 整张脸变得十分阴霾 你 想 死 我不想死啊 我不但不死 我还要送你个双杀 让你感恩我一辈子 陆白威说完 脸上笑容不减 从戒指里头摸出了他的武器 那一把重新装满了子弹的修仙版机枪 而同时 那位元武宗的弟子 也恨意凛然地 把出了自己的手中的剑 双方气势摆开 战役在瞬间拉满 无忧山上 我说 怎么前阵子元武宗头部的那十几个弟子 瞬间掉了一半的灵气质呢 原来是被清玄宗团灭了呀 知道元武宗主不爱听 展阅宗主就故意放大了嗓子喊 只要在这无忧山上 哪怕是只虫子都得听见 听不见他不介意再喊一遍 则则则 就连李明山也一起被灭了呀 他接下来 若遇到清玄宗的弟子 该不会打不过吧 元武宗主立即冷笑着对了回去 与其担心我元武宗 不如担心担心你的小辈陆白威吧 上一次 他能战胜展阅宗的弟子 全靠你的面子 这一次碰上我元武宗的弟子 他就只能等死 说完之后 他越想越高兴 你苦心故意的 让自家弟子 输给自家小辈 没想到最后便宜了我元武宗吧 那我就提前感谢展阅宗主这份慷慨了 提起之前的事情 展阅宗主立即拉下了脸 之前他们如此含血喷人 现在竟然还敢拿出来说 要是白威能打败这个元武宗 看他还笑不笑得出来 毕竟上次他是靠自己实力打的 这一次没准也行 但展阅宗主 终究还是心里打起了骨 上次只是练须中期 这一次却是练须后期 高了白威一整个大境界 而且对方心怀仇恨 绝不手软 白威真的能赢吗 他主修的 可不是战斗戏啊 因为心里没底 展阅宗主甚至狠话都放不出去 只能忍下元武宗主的嘴脸 精神紧张的时刻 盯着比武台上的战局 此刻 钟声响起 比武正式开始 一开始 元武宗的弟子 就像是见了不共戴天的面门仇敌似的 提着把剑 憋着口气 不管不顾地 直接冲到陆白威面前去砍他 看到这恨意汹涌 又强势无比的势头 元武宗主点了点头 就该这样 弄死这群小杂碎 而展阅宗主 则紧张地攥紧了手里的杯 杯子的玉面 被他攥出了一道道裂纹 再用不了多久 就得被捏碎了 之前白威遇到的所有对手 没有一个开始就这么猛的 他会不会来不及 顶不住 然而 就在无忧山上那俩老头 心情各自激动的时候 无忧树上秘境里头 小分队剩下的七个人 看到这场面 纷纷露出了一脸好笑的表情 所以元武宗是你们七大宗门里头 专门说白痴的一个宗门吗 宁明成一脸真诚地询问段星河 段星河看到这场面 沉默了片刻 甚至还挠了挠头 说实话 在这一次之前 我以为他们只是废物 这一次之后 我才知道 这群废物还都是脑残 我就说我武师姐的运气无敌吧 虽然他之前没来得及听我说完 我给他的建议 但他遇上这么个对手 压根用不上 叶玲珑双手一摊 笑得明媚 又是一场碾压掉打 爱看 多放 此时 云端比武台上 陆白威看着他 跟个二愣子似的冲过来 人还愣了一下 想报仇能理解 但可以带上脑子吗 也罢 大概是为了成全他的双杀吧 陆白威第一时间 连加持场都没铺开 抬起手中的枪 对准这个直扑他面前的二愣子 就是一枪 砰的一声响 看到陆白威用法宝朝着他丢暗器 他冷笑一声 挥动手里头的剑去挡开 那一刻 子弹打在了剑上 直接轰的一声炸裂开来 强大的爆炸力 在元武宗弟子面前爆开 虽然没有击中他的身体 但是爆炸力实在是太强了 强到余力朝着他冲击而来 他根本承受不住 整个人被这强大的力量 直接击飞出去 胸口一阵气血翻涌 那是什么法宝啊 好可怕啊 看到这一幕 原本笑容挂在脸上的元武宗主 瞬间瞪大双眼 人看梦了 他是疯了吗 他难道不知道 陆白威手里的武器很厉害吗 就这么迎面撞上去 躲也不躲 妄图一箭挡掉 他脑子里装的什么东西啊 边上不远处的展阅宗主也看呆了 好几秒后才反应过来 然后大笑出声 元武宗主 你谢早了 这颇天的灵气你的弟子不想要啊 蠢货 简直个是大蠢货 元武宗主要被他气到发疯 不是说之前就结仇了吗 都结仇了 还不知道他的武器 就算没见过陆白威比武 不知道他武器的厉害程度 难道一点警惕心都没有吗 他能在比武台上站到最后 能一点手段都没有吗 光拿他当个普通化神后妻了 元武宗主很想冲上去 给他几个大耳瓜子 让他清醒一点 站起来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意念太强烈了 元武宗的那位弟子 还真就站了起来 他撑起身体 摸出几枚丹药 塞进嘴巴里头 顺了口气 终于找回了点状态 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他知道陆白威手里的法宝 有多离谱了 那天元武宗刚带到落单的 于红兰和陆白威时 于红兰顶住了压力 而陆白威直接拔腿就跑 后续找来帮手之后 他便安心地在后面扑加职场 他从未看见过陆白威拿出这法宝 所以心里一点防备都无 好在一切还来得紧 他深吸一口气 正准备持剑再度发起进攻的时候 陆白威先他一步 再次发动他的法宝 这一次 当他的法宝朝着他打过来的时候 他凭借着自己超快的速度 脚下生风 迅速地躲开了陆白威的法宝攻击 但陆白威的精准度 是真的高得离谱 即便是拥有封铃根的他 每次尽全力躲避 也都只能看看躲开 换言之 他只要稍慢一步 就会被击中 或者 若他不是封铃根的拥有者 他也绝对会被击中 陆白威的枪法又快又准 他开局陷入烈势之后 就一直疲于奔命地躲开他的法宝攻击 根本没机会发起反攻 在外边的人看来 他就跟只猴似的 上蹿下跳 跳个没完 看起来要多好笑 就有多好笑 远武宗主 您这弟子练的这一身猴弓 可真精湛地 跳来跳去 怪传神的 心情舒爽的展阅宗主 又开始对着远武宗主 疯狂输出了 有什么好得意的 只要我远武宗弟子没被击中 抓住一个破绽 就能反攻 一旦反攻 陆白威那点修为 他能顶得住 等着吧 嘴上说再等 远武宗主心里 也是真的在等 陆白威的手法 是真的好恐怖 他的攻击一查一查的没停过 别说是躲的 就连看的都觉得窒息 到底什么时候 能给个破绽呢 他倒是给啊 就在远武宗主 焦急不已的时候 陆白威还真就 露出了一个破绽 而远武宗的弟子 也真就抓住了 局势迎来了巨大的反击 远武宗弟子化防守为主动 终于得以持剑 朝着陆白威 发起了进攻 就在大多数人以外 远武宗胜利的号角 要吹响的时候 陆白威不慌不忙地 铺开了他的加持场 在远武宗弟子 攻上来的位置前一个点上 他直接放了一个属性环 远武宗弟子知道 陆白威是加持场修炼者 他加持场减属性的滋味 他是尝过的 所以此刻的他早有准备 知道他会放一个减速场 所以这时他只要提前加速 用自己的超速 抵消他的减速 就能达到维持原本速度 和攻击方向的目的 他想得清楚 做得漂亮 但万万没想到 陆白威在他脚下 丢的不是灰扑扑的 减属性的环 而是一个亮晶晶加属性的环 那是加速环 他被加速了 他刚提起了超速 再配上陆白威的加速 他连攻击方向和身位 都来不及调整 直接冲飞了出去 连方向都要看不清楚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 他听到了砰的一声响 紧接着血花 从他的胸口处炸开了 你 这心眼也推多了 那远武宗弟子后面的话 已经说不出口 但陆白威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不聪明 但我听话 小师妹否定了我的想法 我没听到后续 就只能反着来 减速变加速 我小师妹聪明吧 聪不聪明不知道 但真的很痛苦 他真的被双杀了 但你别难过 你也是有优点的 你这一身的盲目自信 还真无人能解 看到化神提剑就砍 不假思索 圈还没到就先加速 不过脑子 更痛苦了 好在他很快消失在比武台上 结束了这无尽的痛苦 可他上次刚死过 复活之后拼命积攒的灵器 这就又丢了 看到这一幕 远武宗主彻底裂开了 嗨呀 展岳宗弟子打不过白威 是因为我提前做了交代 那么 远武宗弟子打不过白威 也是您提前做了交代吗 我替我家白威 谢谢你如此慷慨 用自己丑陋的失败 成全他的收官之战 全面碾压 越接双杀 这边 展岳宗主得意忘形的疯狂嘲讽 势必要把之前受的冤枉和委屈 全部讨回来 虽然挨潮的 只有远武宗主一个 但其他五大宗门的宗主 多多少少也被引射到了 毕竟当时 他们几乎全都认同了 远武宗主的说法 陆白威能获胜 全靠展岳宗弟子放了水 可如今陆白威是实打实地 给自己证了名 给了所有看不起他的人 一记响亮的耳光 时隔几天 他重新出现在比武台上时 又进步了许多 这时不会再有人说 他是运气猴 因为眼睛不瞎的人 都能感受到 他在比武台上 靠着精准的手法 对一个练须后期 做到了绝对的压制 让人近乎窒息的压制 他太准太准了 不仅准 他对距离和身位的把控 更是到了恐怖的程度 再加上他那一手 精彩绝艳的加持场 用于控制对方的行动 达到他一击必中的结果 这些可都不是 凭运气能得到的 虽说远武宗那名弟子 是纯了点 但真就不影响 其他人看到 陆白威的优秀 而他的优秀 不但让人眼前一亮 还让人多陷入了 久久的深思之中 尤其是毕兴宗的弟子 原来非战斗系的弟子 也可以拥有 这么强大战斗力啊 那边 黑龙一如既往持续发疯 对着整个无忧山 高喊清玄宗十五连胜 其实已经不需要他提醒 在场的没人不知道 清玄宗已经十五连胜了 十五连胜啊 天才到处有 但全宗都是天才 所有人未尝一败 这是得多可怕呀 无忧树上秘境 陆白威刚落地 便听到了 玉器中雷鸣般的掌声 即便是他几乎要迷失 在这一声声赞美里头 他也不忘伸手 往自己的戒指里头摸零食 来来来 大家鼓掌辛苦了 人人有份 永不落空 发完零食陆白威 心情愉悦地 在叶玲珑身边坐了下来 小师妹 多亏了你啊 说完 他偷偷摸摸地 又往叶玲珑手里 多塞了一小袋零食 叶玲珑迅速地收下 然后反问 五师姐 你打赢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不是你跟我说的 减速不顶用吗 所以 我听你的话换了加速 直接预判了他的预判 赢妈了 叶玲珑愣了一下 虽然但是 他没想到 要让他加速来着 他之前想说的是 可以换一个更刁钻的位置 毕竟减速换加速效果 不会太好 但凡大人不那么自信 弄清楚再应对 都不至于落得这么个结果 但是 怎么说呢 他家五师姐实力不够 运起来凑 就是遇上这么个白痴了 那有什么办法呢 若换了他之前提出的 刁钻的位置 他还未必能输得那么快 因为他的那个智商 想不到那么多 看出来了 那哥们能有今天的修为 真的全靠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个脚印修上来的 绝对没有走捷径 跟聪明完全不沾边 当然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 而且 就算这次不成 他家五师姐也是大优势 再拖一会儿 迎面指高不低 所以他很牛批 没毛病 陆白威的比武结束 无忧山上的人 还在勾心斗角中没缓过来 下一场比武迅速地开始了 看到比武台上对手双方 没有一个清玄宗弟子 大家下意识地松了口气 终于能看一场正常的比武了 不容易 心好嘞 但清玄宗弟子 或许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在几场比武过后 清玄宗弟子重回比武台 看到宁明城出现的那一瞬间 所有人刚放松不久的神经 这会儿又绷紧了起来 这个清玄宗弟子 他们不陌生 上一场就是他 硬生生地干翻了赤岩宗那位 最有机会成为下一个 三百岁以内清玄的超级天才 这一次 他匹配到的对手 是个风行宗的弟子 修为在合体出气 看到这一幕 风行宗主松了一口气 好歹不是清玄 不对 这要是他的清玄弟子 不得把这个宁明城的连胜给终结了 可是 万一他还有什么底牌 直接把他的宝贝徒儿给终结了呢 嘶 那也太危险了 不行不行 就在风行宗主内心紧张地 反复横跳的时候 比武开始了 虽然在比武之前 大家心里头只抱有一丝期待 因为这个风行宗弟子 虽然修为到了合体 但他的综合实力 却比不上赤岩宗那位 越阶如喝水的超级天才 所以 也就是一丝期待 并没有抱很大希望 但没想到 这一丝期待破灭的那么快 开局的时候 还挣扎了一会势均力敌 但他没能撑到一刻钟 已经开始陷入了烈势 烈势一来 气势全败 一步退步不退 最终没有意外地 输给了宁明城 这一书 清玄宗完成了16连胜 而宁明城也和陆白威一样 成功地在这无忧树上的秘境 拿下了全胜战绩 虽然是意料之中 但说不难受是假的 这最后冲刺的七天里头 任下面的人 如何努力地寻找 灵气兽正灵气值 上面拉开了断崖式差距的八个人 排名就是窥然不动 灵气兽找不赢 比武还打不过 这谁不绝望 这清玄宗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输啊 不至于真的要上清船 才能对付得了他们吧 就在大家掰着手指头 盘算自家还有几个苗苗的时候 清玄宗的弟子又上了比武台 当看到自家弟子赵永凡 出现在祭子卓对面的时候 平常还未战 就先自信嚷嚷的元武宗主 头一次心梗了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这是他们元武宗 仅剩的两个弟子之一 除了他之外 另一个剩下的 便是清传弟子李明山了 虽然元武宗 也有全胜战绩收官的弟子 但全都是低修为的弟子 没有一个合体七弟子 换言之 在高修为高排名的这一层里头 几乎是全军覆没了 元武宗主怎么也想不明白 从他接任之后 元武宗怎么会一年比一年差 今年更是差得没眼看 难道他元武宗附属的那些小介域里头 天才弟子都死绝了吗 他深吸了一口气 比武还没开始之前 脸色就变得无比凝重 因为他有种预感 赵永凡打不过祭子卓 但很快 他的预感就不再是预感 因为赵永凡是真的打不过祭子卓 虽然一个是合体七 另外一个只有炼须中七 但祭子卓是真的很能打 一个本该性格温和的水系修炼者 打起架来比火系修炼者还要暴躁 这人打架时候 自信又嚣张的样子 就好像比舞台是他的舞台似的 他不但能肆意发挥 还能游刃有余 即便好几次因为修为不足而被击伤 但人家完全不当回事 扛揍程度鬼见了鬼 都得往后退几步 反倒是自家弟子赵永凡 几次击伤对方 却没能抓住机会 把对方一步步摁倒 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措施 不知道他急不急 但作为宗主 他是要急死了 这打得什么玩意 凭什么对方抓住他的破绽 就能一路起势 气惯常红 他就不能 没过多久 远武宗主已经从失望变成了绝望 最后摊坐在椅子上 看着自家合体七弟子 被对面练须七暴打 合体七了 法掘用的还没人家游刃有余 进退自如 合体七了 剑法远不如别人精湛 出招永远慢人一步 能拖那么久 全靠修为足够高 他一边绝望地盯着比武台 一边听着边上的展阅宗主 落井下石 他恨不得有一种 现在就走的冲动 但他不能走 这不是 还有一根独妙妙李明山吗 只要他能赢 这一趟就不算白来 作为全宗的希望 远武宗主开始祈祷 李明山能抽个软柿子 随便拿捏 这个要求不够分吧 毕竟李明山在所有清传里头 灵气直垫底 甚至没入前三十 这么难看的成绩 不至于会匹配到天定宗 誓言宗和云阳宗 不能吧 这么一想 远武宗主又稍稍放心一些 前方比武台上 持续激战了半个多时辰 终于以赵永凡的战败为结局 结束了这一场比武 至此 清玄宗完成了十七连胜 辉煌仍在续写 暂时无人打破 而相比之下 远武宗则惨烈得多 他们就胜李明山一个独秒秒了 继子卓刚刚全胜收官 仅仅间隔了一场比武 下一个清玄宗弟子便出现了 平日里比同门低调许多的杨锦舟 终于上场 已经达到练须后期的他 在面对合体戏对手的时候 神色泰然自若 跟他所修炼的功法倒是十分贴合 而他的对手 天定宗的弟子 则显得比他进攻更强 但他强认他强 杨锦舟每次都能不疾不徐地 化解对方的进攻 一直在纠缠了近乎一个时辰之后 杨锦舟抓住了对方的一个破绽 迅速且又非常突然地发起了强大的攻势 一举结束了这一场比武 给清玄宗拿到了第十八连胜的他 也以全胜的战绩拿下了自己收官之战的胜利 他的获胜 再一次让七大宗门的人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这些清玄宗的弟子 每个人用的功法都不一样 好似他们压根就不是侍从同一个师父 有的人暴躁无比 有的人温和如风 有的人法宝强悍 有的人耐奏非常 风格太多不同 导致即便他们打了十八场 也难以找到他们统一的弱点和破绽 这样一个宗门的存在 即便他再小也非常的棘手 他们有预感 这清玄宗若是不灭 未来将会在上修仙界搅动风雨 比武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一开始被人嘲讽 偷清玄宗名号的那一群年轻人 此刻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除了在七大宗门口中议论不绝之外 在无忧山上观看比武的大小介遇 和散修之间更是讨论的热恋 跟七大宗门不一样的是 他们不需要考虑自己的面子 他们只需要遵从内心的木墙 一开始还碍于七大宗门的脸面 即便是较好 也把音量放小一些 但后来随着清玄宗一路高歌上前 势头越战越猛 他们已经压抑不住心中的激动了 七大宗门垄断了那么些年 终于有一群后起之秀冲出来 打破他们的封锁了 他们就是奇迹的见证者啊 这怎么叫人不激动 就在大家心情激动 等着下一个清玄宗弟子出来 在创奇迹的时候 清玄宗弟子像是消失了一样 一连许多场都没再出现 一直到倒数第三天比武最后一场开始的时候 比武台上出现了两个宗门的青传弟子 这让看了一天比武的人忽然浑身一震 那困乏劲一下子就消失了 风行宗清传弟子绍长坤 对战必行宗清传弟子孙金瑶 对决双方出来的时候 不仅是无忧山上的介余弟子和散修们 就连七大宗门都愣住了 根据以往的经验 七大宗门的清传弟子 基本会在倒数第二天才开始对决 可这一次 倒数第三天的最后一场 竟然就是清传 而且是双清传对战 这说明什么 说明会有很多非清传弟子 排到最后面几场比武里 清传宗还有谁没有开始最终对决 这问题不知道谁问的 也没有人回答 因为云端比武台上 本该压轴的两位清传弟子 开启了对战 风行宗主转头看了必行宗主一眼 巧合的是 必行宗也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 两人就这么不经意的眼神对上了 必行宗主在风行宗主的眼底 看到了如释重负 他冷笑了一声 别自信太早 必行宗的清传 是剑衣双修 这可比单纯的剑修可怕多了 无忧树上秘境之内 叶玲珑看到自家徒弟出现在比武台上 眼底不住地流露出一片慈爱 可不能丢了为师的面啊 坤 段星河听到这话浑身一震 小妹 你在说什么 少长坤 我徒弟 啥玩意 他愣了好一会儿 确认自己没有听错 少长坤他是风行宗主清传啊 可风行宗主还不如我疼他 上次坤都差点被害死了 他却还维护他那位长老师弟 风行宗的事情 他之前有所耳闻 但没太在意 毕竟不是赤严宗的事情 不过即便是赤严宗的事情 他也不会在意 他更像是独立在一切之外的人 大哥 虽然我对我家徒儿很有信心 但你能不能给我分析一下 这一场 他好打吗 虽然对琐事不在意 但段星河对个宗门高手的情况 还是了如指掌的 他沉引了一秒 我从来的装备 这些人都要抓换的 我最后一切都要抓换的